錯過了這麼精彩的比賽 現在剛剛按錄影了 由這裡開始 我會錄影了 然後將我們今天 但其實可不可以錄影到呢 你的手機能否頂得住呢 希望不行就 因為我錄影了 我就可以將這個原條 放回原有的頻道 備案 為何要這樣做呢 要分開用一個新的頻道 因為那邊已經收到一支警告 如果三支警告 我們的台就這樣敗敗的 但是三支警告你留意 它有權就立即 同一天裡面你沒有了 那你馬上死了 為了令那個頻道 好好呵護它 不會被人斬掉 所以就出此下策 要開一個新頻道 麻煩大家來這邊 又要再訂閱 其實沒所謂 因為訂閱是不會痛的 訂閱了的就會覺得痛 你可以留言 這個有點像 F1的Driver Penalty Point 就是 佛甲十二分就自動停賽了一場 我們已經罰了 甲十二分 那個要到二月尾施解除 即是來季才可以再開 所以暫時我也不要拼 現在我們在這邊 調查一個方案 看看如何安全地 又可以對到畫面 最好可以繼續提供到地圖給大家 就可以 即是我們跟台長都經常說 我們一直最注重的就是 各位車迷的觀賞體驗 希望大家的觀賞體驗是理想的 但是我們又可以持續進行 這樣我們就為之開心了 OK 都要兜一點點說澳門事件 Silly Pen問有沒有買零件回來 我知道 阿菲 另外 葡萄那些都有買零件回來 其實 有些零件是不用買的 其實是在垃圾桶旁邊撿的 我想跟他說不用給錢賣 當然有些帥氣一點的零件 確實是要錢的 但它放在那裡賣 賣不到的垃圾桶 你第一輪肯定是賣錢 賣不到錢 我記得在星期日的大約中午 在GT附近的位置 其實都有些F3的零件 放在那裡 我看到有穿灰色衣服的 澳門官方的人員 嘗試在那裡 拆盡一些東西 拿走投疫整塊的底板 橫著那塊 有幾塊 我當時跟幾個朋友說 執了沒有用 家裡無謂拜 確實是 要錢也好 不要錢也好 其實都是一個 家裡是土地的問題 真的不用錢也煩 說真的要托回香港 然後又要找地方處理 不是我們可以放在那裡 可以 不過就是這句 我可以放在那裡的背景 我寧願多撿幾部模型算 說真的 那些模型實際一點 你問我呢 我是不會儲物的 是 我只是儲錢而已 其他都不用儲 很多朋友都很想問澳門 趁你在撿 我們先不要說F1 怎麼看F1的年青年車手 其實 應該這麼說 很多朋友覺得 今年所謂降落車 如果以FIA的規定 是降落車的 但是這些車手 其實都是FIA的介替 就是這樣說 有些 像 如果之前F3 當你六年班 現在其實是 可能是三年班 至於六年班 都買了電話 其實去年的澳門 F3的賽車 其實都是這個 就是那個級數 當然你說 那個成份 可能六年班的車手 多些 三四年班 現在回到三四年班 就多些 六年班 其實分別不是很大 也有些 接下來會是鬥F2 F3 其實分別不是很大 車大家看起來不慢 當然 你和GT當然不能比 但是 看起來的觀賞度 都還可以的 我覺得 駕駛看起來 又不是太醜 大家最怕的車醜 也說回 例如Formal E 你看這些車手 其實都很有級數 很多人都鬥過F1 或者是Formal 3 Formal 2 都贏過 全年冠軍都有 但是為什麼 好像 搞得都跟F1 差很遠 其實車型 都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當然有些朋友 當然說 我覺得現在那個Formal E 很帥 我自己就覺得 一般的 說真的 當然 還有一件事 沒有聲音 其實我們 之前香港也看過 真正的 親身體的Formal E 比賽 其實沒有引擎聲 我又覺得沒有什麼大問題 實實 都是賽車 當然 速度 他聲稱很快 但是我去看彎 都感覺不到速度是震的 這是事實來的 所以 車手 車 可能大家對車手 不是太熟知的 說真的 如果 當年賽車台 暫時沒有資源 去全年跟FR 或F3 車手報道 如果不是 我都說你不是媒體 是啊 總之我現在用一個觀賞角度 或者 或者我用一個抽身 在香港看澳門的比賽 這樣說而已 其實我不是說 什麼特別的傳媒 說真的 我想說 我認識的人 這裡跟大家 講到澳門就分享一下 我想說我認識的人裡面 我想台長真的是第一名 喜歡澳門賽車 我純粹說喜歡澳門賽車 當然我認識 至少有兩位 車迷或者車手 他甚至喜歡到 把標誌紋在手臂上 最少兩個 官方有沒有應付 沒有 你為了要浸溫泉 所以不紋 如果不是浸溫泉 不准入 紋身 我相信你也會紋 你太喜歡澳門賽車 我喜歡澳門賽車 不代表我等於紋身 我喜歡我老婆 我還未刻我老婆的名字 如果要紋身 第一個 我會選家人 澳門賽車 喜歡 我很多東西都喜歡 錢人都喜歡 我也沒有紋身 我曾經想過 我女兒畫的 我的家庭那幅畫 紋下去 然後 我本來有想過 紋在這些手臂上 但想到不行 他每天都畫一幅 究竟紋一幅 而且不能浸溫泉 真的不行 就像Z班一樣 之前 試驗車 有紋在賽道地圖上去 現在開始沒有這個故事 說了 隨著贏得多比賽 不要教這些 紋到全身被公仔腦 現在有兩百多位車友進來 我們可以開始正題 因為比賽是兩點開始 現在我們說回 這兩個星期 除了澳門比賽之外 F1其實也一直有活動 有新聞 有幾個重磅消息 我第一個先說F1的 Race Director 剛剛在 上星期 F1突然宣佈了 就是 這幾年做Race Director 的Liuce Wittich 就離開 官方聲明說 他出去找更好的機會 不再發達 但是Wittich 跟德國傳媒說 不是我被人解僱的 那究竟為何被人解僱呢 他沒有說 外面揣測 應該就跟FIA那邊 那個粗口事件 對啦 粗口事件 就不太對 但是 有幾個說法的 一方面 就有人就說 是Race Director 執行這個 粗口禁令 太重了 其實呢 這個粗口禁令 其實應該是FIA主要 就是FIA主席 Ben Shulley 以我們所知 應該就是Race Director 都覺得有問題 也可能 他們內部的人士 一向都有些鬥爭 趁勢就把他推走 新上馬換 過來 就是 一位葡萄亞人 叫做Royle Marquessi 就是51歲 阿比特是52歲 也是50多歲的 算年輕 夠經驗 大家未必知道 誰是Royle Marquessi 新人都很少見 如果想看照片 當然可以去賽車台看 另外 雞莊可不可以準備那張照片 是啊 沒關係 搞不定 搞到 好 其實這位Royle Marquessi 大家 見過他的比賽 其實上個星期 澳門比賽 就由他 親自來到澳門 單旗 這幾年 其實澳門比賽 都是由Royle Marquessi 這位葡萄牙籍的人兄 就叫做主持大局 繼續慢慢按 你扔多少次過來 應該在我的訊號 你等我一會 我發給你 Royle Marquessi 有張照片 就是大會 澳門官方便 就是 在這個 即是巡視跑道 拍了一張照片 就 讓我按一按 給雞莊先 分享 我要 好 等我一會 各位不好意思 因為今天情況都比較特殊 也來到新的頻道 有問題有 Subs 對啦 找回你的名字 好 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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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些鬍子 那這位 Royle Marquessi 都經驗豐富了 他跟我一樣 我以前都做過Tread muscle 他都做過Tread muscle出身 一直做Tread muscle 拼騎 又做過染車官 又做過各大小的比賽的 Steward 又做過Race Director 又做過C of Sea Card of the Cross 總之 比賽中 不同的 Race Control 職位 可以說是 紅褲仔 對 由最初級 一直做上來 是的 一直做上來 當然 經過很多培訓 FIA 其實內部很多 Race Control 的培訓 在世界各地舉行 甚至乎 由於疫情已經改為 在網上舉行 以我所知 其實香港的Marsal 以前幾年做過Farm-1-E A會那邊 都提供了這些機會 他們去晉升 看到這張照片 就是在澳門格蘭披子 戴賽車的Facebook 裏面刊登出來的 你看到一群人 就是當時比賽之前 巡視澳門東望洋跑道 那誰是Marquise 就是戴著眼鏡 那個應該是有色眼鏡 有執秀的那個 霸色Polo Shirt 畫面中間 有個姊姊 旁邊 細細粒 大眼鏡的叔叔 就是他 Lory Marquise 繼續麻煩 拋上去 我想大家應該找到了 你將會經常見到他的樣子 是的 有傻仔威說 看到Sunway Starweta 亂拋垃圾 在澳門見過他 都聊了一段時間 說看到Sunway Starweta 亂拋垃圾 他說 我 好 另外 今年澳門比賽 其實也有幾位要員幫忙 因為這個人詞 調度得到晉升 另外一位就是Janet Tan 是新加坡F1的主席 都可以認識一下 可以認識一下 Jenet Tan 為什麼特別提到 這位在FIA Race Control 在街梯裡面都被看重 之前有過FIA主席 有特別頒獎給他 接下來會不會成為F1史上首位女性的Race Director 就要看一看 也是一位華人 所以華人除了有州管理鬥F1之外 其實在FIA賽事管理裡面 都有很多角色參與 人事變動就在FIA大會上面有 不如說一下車隊 我們第二項 這裡看到就是Alpin Alpin之前已經宣佈了 接下來會關閉他們的機器研發部門 所以就自己不做了 因為事實上都是搞不定的 所以就會光顧其他的品牌 終於談好了 其實傳了很久 就是和Mercedes King 終於說2026開始 就會用他的引擎 原來就談了新的合約 也包括了波箱 2026開始 至少就簽到2030 我相信之後沒有什麼特別的 都會繼續使用 問到這個車隊 新的總監 也不新的 跑了很多場 Olevar Osset 他說為什麼要這樣決定 用Mercedes 他說厲害 因為你看看Makaren 用Mercedes引擎 我們就用它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都合理 Alpin大家知道 在馬力上 確實是輸給現在同場幾支車隊 包括Honda 包括Mercedes Ferrari 也是一個名字決定 用其他車廠的引擎 把自己研發的車架 成本又低一點 另外既然如果沒有心機搞 不如就用Mercedes引擎 看看有沒有機會殺傷新血路 因為這幾場 你見到這輛車 當然引擎仍然是輸蝕的 但你見到它 越來越有進步 上場 當然你說 Gazley和Ordcon上場 當然那個策略也有 但是 見到Gazley 計算了今場 在拉斯維加斯 已經連續三場入Q3 這輛Lpin其實靜靜地 成績慢慢上來 也因為上一場兩輛車 所以是Double Podium 車隊幫柔橙 升到第六 令到第六的爭奪 非常百業化 現在Lpin在獲得49分 Hass在獲得46分 RB就44分 前後還是欠過五分 還有三場比賽 這三隊應該可以欠第六 或欠比得奔頭 因為第六的獎金 明顯是比第八多被多的 什麼事都可以發生,Williams有沒有機會追上來,數字上是比較困難的 但是一場拿20-30分,也不是做不到的 講到這裡,看看2026,Alpine真的用了Mercedes 引擎,會不會再繼續穩保上的樣子 還是比用自己的Alpine引擎,因為賽車不是有一個很厲害的引擎 例如Williams也是用Mercedes 的引擎,McCarran也是用Mercedes 的引擎 其實都有一個分野,各方面,車手、設定、車架、人事的變動其實都有影響 根據Bortus 的說法,車手可以為車隊帶來多大幫助呢? 影響大概是10%左右,即是臨場發揮,但是其他策略 整架車,Aero,機器,保有廠房,全部加起來才是正在鬥的事情 OK,Alpine講到差不多了,可以講一下車手市場,因為車手市場繼續漏漏 下年就有一堆新人衝上來,新人衝上來也代表著舊人要和大家忍著淚說一聲,Goodbye 其中第一個當然包括周公子 是的,沙巴宣佈了,現役兩位車手周公子加上Portus,就會在桂尾零隊 之前沙巴宣佈了,有後勁閉會過來,也會超越2026,轉為Audi的計劃 另外,真的宣佈了,原本是McCarran的清份車手,Bortoletto 現在在F2車手,磅頂先近的車手,明年就會駕駛F1 當然看看最後他會不會拿到F2的總冠軍上F1威威 當然肯定上去,但是拿到F2總冠軍上去,更加傾向一點 也看到他今年第一年駕駛F2已經可以穩定冠軍補助 其實氣勢有點像當年Sharacare,F3又贏,F2又贏 當然McCarran有這樣的氣勢,但來到F1又不同光景 當然Haas這部車確實是難駕駛一點 加上隊友Maxipin,兩個對車的回饋好像不足 所以現在McCarran真的應該在來,明年F1沒有位 看看會去哪裏,因爲Mercedes的後備可能都會留回去 而且Mercedes最近宣布了會參加WEC,會有GT3的車落場 會不會就順手安排下去 因爲都很有趣,現在Maximarka其實是駕駛L-PIN的WEC車隊 會不會就順手轉過去呢,會不會又在WECGTV那裏有成績 會幫助到他爭取F1的位置,其實都是一個很互動的情況 他肯定想留一個reserve,不然最少都留著連繫 其實每一位沒得結合的車手都有相似的想法 怎樣都留著尾,因爲你留著尾在那裏 到有一天有誰駕駛得不夠,或者是不舒服 又有去切蠻腸,有機會就叫你上來幫忙 講到Mercedes的後備位,當然Boltas是明年沒有的 其實Boltas是自己放棄了明年的席位 由於他跟這個車隊說,我不要一年約,至少兩年 最後談不完,不然這個位置是留給Boltas 但他覺得一年逐年簽沒意思 既然是這樣,不如我不玩F1,不就不留在沙巴 亦都很大機會回到Mercedes,第一個傳聞就是回去做後備車手 當然F1後備車手可以100個,有MAC又可以容納Boltas 但最新的消息亦都傳聞Boltas不是做後備車手那麼簡單 是會做Total Wolf的私人顧問,或者是車隊的顧問 希望可以,尤其是明年有Kimi Antonelli加入 會不會都幫一幫新秀車手 所以就看看Boltas是否先去Mercedes,或者職位又怎樣 另外一個就是上星期出了報告,我都覺得很意外大家 大家的反應很大,就是周公子就說明了 沒有了沙巴這個位置,全力爭取F1的後備席位 亦都出了消息說,有機會會去Ferrari 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這麼激動 其實MAC炒到七菜都可以Mercedes做後備的 周公子這幾年成績,其實看起來有玩有眼 其實他算得分得不太多 當然你說他這輛車不行,是事實 但今年的Q2確實是很失色 天門路都失色,今場就真的爭起球了 之前連續四場的Q2都是排第20隻 爆味今場就上去,入到Q2,今年第三次 這裏都真的要恭喜他,希望是否真的要看沙巴 看看有沒有搶花一分 十三車起步,你按照數是比較近的 不過正在Wade Space就不能做到另外一回事 周公子的意外率就不是太高 不是太高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他未必是駁得那麼盡 穩定的 你看到Colo Pinto Franco在Qualify真的拼得到盡 左邊的車身撞到內部的防撞欄 然後車子彈了出去 據報的衝擊G的毒素去到55G 50G 所以昨天Williams也出了一個通告 說要詳細檢查一下他的身體狀態 才可以知道他今天可不可以下場 OK,五個小時之前 Williams也出了一個消息 就說,我們真的找醫生檢查過 就說身體沒有問題可以出賽 但是這輛車都在維修期間 趁機換了第六套波箱 我相信這零件真的撞到七七八八 換了前輪的cooling big duck 即是叫做冷卻喉管 就換了一個舊的規格 所以會在皮靈上起步 所以原本Qualify都在做十幾 但是因為這樣 待會就會是最後出發的 這就是我們得到最新的消息 現在就先說到DOTA 剛才車手市場說完了嗎 周公子 可以再說一下Mccarren Mccarren也是一個後備車手 LickDV 記得去年季中被人換了 在AlphaTory搞亂了 連Gassie在昨天參加的賽路訪問 都說錯了 對 仍然說了AlphaTory 就已經轉去VSA隊 Mccarren現在今站開始都有信用卡 其實是MASTER MASTER卡贊助 最近找了LickDV 在法國Poica 試車 試部2022年的Mccarren 看看會不會再邀請 做後備車手 但是Z班說到貴尾之後的想法 我相信乘數很高 因為由於Bortoletto的離隊 就需要一些有經驗 穩定有實力有經驗的車手 因為始終LickDV 之前未開到AlphaTory之前 其實試過很多隊車隊 包括Aston Martin Mccarren Mccarren 尤其是LickDV 有一期是Mccarren的清份 Mccarren又在用著Mccarren的引擎 所以找他回來也很合理 但是一切都要等貴尾決定 要做後備車手明年的事 看看會不會有回到F1賽場 甚至乎明年不知道 有哪位車手又要過漫長 可能又出來見大家 希望他有機會可以回來 LickDV 其實是有實力的車手 他的故事都很黯然 又說要借錢來鬥 搞到被人等冬沽 又要還錢 欠人錢 現在又有試車機會 希望這個可以重現的希望 如果真的再一次 再有機會回來 鬥 可以交到成績 再說Red Bull Red Bull 每次都說錢 送你一對翼 今個禮拜變成斬開一對翼 是的 Red Bull來到拉斯維加斯 這個賽場 其實你看到有幾條超級長直路要爆 要講求這個 直路極速 直路極速 之前說不對勁的時候 有傳聞說 是否帶錯翼 是否馬上會在總部發送翼 原來通通都不是 是的 第一 要記新的翼 都趕不及 由於交通時間長 由英國那邊 寄來美國 趕不及去Qualify 因為Qualify完結之後 就不能再換頭尾翼 要換是可以 這樣就聘請起步 但如果這樣就沒有意思 所以他們選擇了不做這件事 另外就是 寄來也要計算一件事 就是預算金額 不是說運費 是說那個翼 其實是我們有的 不過如果拿出來用 就會計算 又花多了錢 是的 其實車隊其實早就預算了這個情況 說明帶這對翼過來 也不是說 知道拉斯維加斯的特性 但是他說我把其他車的設定 或者有些錢 就花在另一方面 當然他不是說 給你聽 花在哪裏 或者花在哪裏 他自己也不知道 就花在其他地方 所以為什麼 也有問題 但是來到 看到直路的速度 比對手 輸七公里 其實輸很遠 是的 所以 不太對路 馬上要處理 我想他們借益 這件事 其實也是他們的計劃之中 如果覺得不對路 我們就這樣剪 那我就省一些錢 我想也是 我想不是一個很臨時的想法 晨早預算 這個是車隊的說法 這裏車迷都說應該不是大錯 根本沒有特別平的翼 有機會 是的 一早預算是要鋪 有機會是 最後鋪了 所以鋪了Max 最後的Qualifier 都是第五回來 是的 當然Tracko 在Q1暗言出局 當然Max和Tracko 都贏 直路仍然是輸蝕的 雖然說鋪了一翼 其實 鋪了不是這麼簡單 鋪了就搞定 其實開DRS 都影響到DRS的效應 他們都在說 他認輛車慢 但是就叫做夠一點 而且也是這句 除了尾翼之外 整輛車要整在設置 他現在叫做拿到平衡 當然Tracko 鋪來鋪去 都說條胎 搞不定 場地的溫度不夠高 去條胎 不到溫度 這樣 經常都是說這些 場場都是這些 所以 場場都要說一次Tracko 其實有點悶 所以 在昨天Qualifier 最後那段說 Tracko K1出局 大家應該不覺得是新鮮事 其實我已經不太想寫 說來講去 都說那個位置 究竟Tracko是否會離開 有傳聞說 如果Tracko要送走Tracko 就要賠錢 說的是二千萬美金 才可以送走Tracko 這也是傳聞的 未經他本人證實 另外也有說 Tracko如果離開 又是有沒有機會 叫他站在那邊回來 這是每一天都吹的新聞 吹了大半季 都有點悶悶的 其實外面有很多 仍然悉悉的新聞 甚至乎 KMAC 跑完最後的三場 沒有F1的位置 都沒有想過做後備 有人提議 其實KMAC 都夠穩定 為了隊友 真的幫到盡 沒有怨言 我會想一下 這個 這麼有經驗的車手 其實KMAC 真的不頑 是不頑固的 但是 Webbo會想誰先 就要慢慢分解 這裡 都要開嗎 你熱定鏡頭 開啊 我有些焗 三太熱 先脫掉 說到Webbo 就要說Yuki Yuki Yuki 經歷多事的週末 首先 他搭飛機過來 拉斯維加斯 誰知他不是跟車隊的大隊 是跟自己 跟麥理治療師 搭飛機來 入境的時候 就被這個 入境的 移民局 警察 扣留 進了房 是的 Yuki 不知道怎樣 Yuki Yuki 穿了一件 我賽車台翻譯 便服 他寫睡衣 我相信 就不是我們想的 那些 有格仔紋 那些 應該就是 普通T恤 普通T恤 鬆身一點的褲 所以我寫便服 給移民官扣留 就被他詳細問 你做什麼職業的 多少錢 我開F1的 F1是什麼差 F1 我是車手 我是Visa隊 有沒有可能 那些公司覺得他催大了 他覺得車手不是這款 當然 Yuki-san的英文也算是這樣 他進步了很多 Yuki-san跟他的說法 就是進入了房間 他不敢亂說話 他怕如果你再亂說得多 還會帶來更大的麻煩 所以Yuki-san的說法是這樣 他當時也想 不如你可不可以找車隊的人 找F1的人 他是想打電話給人 他說沒有 你不可以打電話 Yuki-san的說法 如果打電話 有機會可以解釋到 但其實上 那些入境的人員 其實是否可以Google Google Yuki-san 但F1應該已經找到 很難找不到 即是他們沒有做Google 他不相信Google 又這樣說 其實你要核洗一個人的身份 其實有點困難 那個護照都可以假的 那你最近有 Google都不是真 Google都真 最近都有一張照片 拍攝了一個 好像阿餡的人 坐飛機 我想你有沒有看 其實之前有幾場 都在賽場上出現 一個好像阿餡的人 如果拿著一本寫著 Rulis Hamilton的護照 其實有機會可以騙過一些 真的不太懂事的人 哇 這個問題真的很複雜 美國一向都很小心 如果你看到那些 Discovery Channel 其實很多說入境的故事 我想很多國家都很小心 不只是美國 大部份國家都很小心 因為這些都是敏感處理的 但Yuki-san 其實我沒有記錯 是上個星期 他走了去滑水 原來滑水也很厲害 還有那些片段和照片 拍到Yuki-san 穿得比較小步 那個手臂也嚇到你 是 我覺得可以 如果以比例上 可以跟上個星期 打了一場拳賽的Mike Tyson 去比例 他的手掛很厲害 不過事實上 全部FORMULA 1車手 都有這樣的身形 有些朋友說 美國移民館不用看F1 都未必是 很簡單 我自己 我做F1 我未必會認識足球 足球我會認識一些 籃球 NBA我未必會認識 或者Brand Ball 羽毛球 或者Ice Hockey 那些明星 你也未必認識 可能在廣東道 走過 看到一個Ice Hockey的明星 你也不知道他是何許人 沒有看就真的沒有看 對 所以很簡單 我當英招球星 入境美國 未必 可能都被人扣留 真的不奇怪 F1 我們認識 很多人未必認識F1 或者不看F1 有些人我只喜歡看一些 野生頻道 或是看那些困屬監裏 都可以 Yuki的新聞還未完結 Yuki還做了一個訪問 問他在賽場上 最友好的車手是誰 最友好就是Pierre 最友好是誰 最不友好是誰 他說Lawson 有機會是Lawson的原因 可能是同隊競爭 肯定是最劇烈的 有機會是這樣的意思 而且Lawson也說明 我來這裡也不是跟任何人做朋友 我來這裡是殺敵的 這個也說得通 其實有這樣的心態 比來做朋友 嘻嘻嘻 沒有意思 有些朋友說 Google打了他的名字 也是這句 打了我的名字 也不代表什麼 可以那個不是Yuki 可能Yuki拿出手瓜 他就不相信 哈哈 然後辦公室就問 要開車要這麼大的手瓜嗎 我開了幾年車 不叫我這樣 OK 所以 Yuki也說 總之 現在我入境了 算了 過了去 當然整個感覺不舒服 被困在房間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又可能以為要 被送回鄉下 底界出境 是的 所以 這個也是 有些新聞炒作 我相信 威威說 雙健好 同志蘭 他跟羅神是住過的 有機會 可能住過更熟 所以可以說 最不喜歡的 是誰可以說他 難道他敢說 我最不喜歡投歌嗎 你也不夠僵說 我記得我直播 也說了幾次 說我和你 類似這種說話 最壞是你 最熟才可以說 最壞就是你 你不熟你不夠僵說 所以隨時出事 關於Yuki還未說完 Yuki還有一件事 糟了 突然說到另一件事 就忘記了 不過不要緊 Yuki跟記者說 希望Web Blue管理層 可以改變他的想法 回心轉意 想一想 有沒有機會坐上去 原則他自己都 心知肚明 其實那個位置 也不關他的事 由於Traco 近皮表現 仍然是沒有什麼氣息 暑假之後 都沒有試過前陸 應該這麼說 不是暑假之後 其實是在Miami之後 都正在未回過前陸 所以 明天的位置 是不是真的還在想他 其實KRISTANA 都動搖了很多 我們現在有幾個車手合約 在手 其實我們可以 大兜亂 其實不一定要賠錢 送他走 你兜一兜的位置 都有機會 不過那份合約是怎樣 他跟Traco才知道 我們就 講了整個季 都是靠估計 這件事 不如看看賠率 好 我們現在 賠率速遞 台掌 好 今天這場的賠率 都很有趣 但熱門是 耳車的卡洛山 不是頭位的 George Russell 很特別 當然很多車評 或者粉絲都知道 這個拉斯維加斯的多直路 一個街場 比較適合 Volari 所以 遲熱門也是 Sharlacan 熱門卡洛山 3倍 遲熱門Sharlacan 3.5倍 反而 頭車起步的 George Russell 3.75倍 Max 很久沒看到Max 有8倍 勝出 Max 也有一個很有趣的統計 他試過Evan Sunner 有十個位置 十個位置 起步都贏 包括上一場十七起步 都贏 但未試過在五車起步 今晚看看五車起步 如果今晚都贏到 真是神 不過 Red Bull 都要補一句 在今年的街場 甚至去年 新加坡開始 發現他跑街場 完全不行 受制 今年新加坡上場 已經算是驚喜 8倍 我相信Max 也要先看積分 穩穩陣陣 能不能在Lois前面 贏了世界冠軍 穩待了 所以未必他全力真勝 最重要是看著Lois 跑去跑 說到他的對手 Lois 10倍 Piestria 已經去到26倍 贏車 Gasley 今場做得非常好 三車起步 但贏車 都很懶惰 81 另外 又要講講Traco Traco的倍率 超過 251倍 與Yuki-san一樣 你想想 死不死 Yuki-san Yuki-san始終是七車 但是 現在 兩個車手秤回來 原來都是同一個倍率 Traco要好好檢討 另外 再提一提 Colipinto Piet Link 起步 Coliphy炒車 賠率 也有1501倍 不是最懶 我相信 多不少 有些美洲的車迷 都叫做買重去 都叫做半個主場出彩 大欄本有四位 Launch Road 昨天Coliphy 只是跑了一個 就算 因為車是神神的 Islebone Bortas 和周公子 雖然周公子 今天13車起步 但贏車 仍然是超級大欄本 我以為 今天的賠率 周公子的賠率 可能是千多倍 都不是仍然放在大欄本 25001倍 但Islebone 比Colipinto 更冷 是的 所以我覺得 有機會是 南美洲的資金 是捧 Colipinto 對 因為到最後一千多二千倍 有機會幾百美金 都能動到的彩池 是的 所以是有機會 真的有資金去買 所以為何平時 我這些 一千五百多倍 都不報你自己看圖算 突然說 那個賠率有點怪怪的 另外說到Safety Card 去年只是鬥過一年 Las Vegas這個場地 所以Safety Card 和VSC的機率 都是100% 沒錯 今場 博彩公司開出Safety Card 有1.36倍 由於兩邊都是長 所以Safety Card 撞車機會是大 不出就有3倍 分野都很高 看看待會是否有Safety Card 或者VSC 另外有些有趣的統計 猜猜第一個圈 回來是誰帶頭 大宴門就是Wassel 雖然是要 投車器 雖然贏車就是Colipinto 第一次在Colipinto 第一次在Colipinto 起步 Rushel 起步 第二次在Colipinto 3.75倍 Safety 11倍 Gazdy 帶到頭 第一次回到Colipinto 15倍 我想看的 我不是賭錢 但我想看Gazdy帶頭 15倍 MAS 在第五車起步 如果這樣彈倒上來 也很誇張 17倍 Landois 六車上來 就更加跨的倍率 當然更加高 51倍 PX3已經達到101倍 另外 就要看看 由於Colipinto 今場Q1出局 我主要講到頭十 完成的倍率 頭六或上座 都是主要招呼一下Colipinto 頭十 完成比賽的倍率 Wassel Lois Colipi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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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倍 1.06倍 Colipinto Colipinto 1.91倍 冷門會到多少倍數呢 就是Bortas 周公子 Lansu 有17倍 大冷門 這三輛 應該不用考慮 頭十 注定金站 沙靶 是否有幾個捧彈呢 還是有驚喜呢 待會就知道 頭六 如果Jorge Russell 仍然是大熱門 1.07倍 之後 其實我可以抽出來說 Max 就說頭六 回來也是1.10倍 開始看一些分野 例如Gazdy 頭六 大家都覺得有點冷 2.25倍 即是三車起步 可能最後 頭六位也不能回來 Colipinto 雖然七車起步 所以頭六回來 5倍 Hougenberg 待會在第九車起步 我猜他 頭六回來 7倍 Tracko Tracko 待會是十五車起步 頭六回來 有十倍 大家真的不要看我 Tracko 只是頭六回來 因為真的 在Miami之後 成績很頑皮 頭三 Russell Carlacan Sharukel Max 都是兩倍以內的賠儡 我不報了 兩倍以後有什麼人呢 Landowars 2.25倍 金站 大家覺得Landowars 進不了頭三車 我覺得 未必 PS3 更誇張 六倍 阿瑕十車起步 有八倍 之後 Slowda 雖然起步排名高於阿瑕 但是 差很遠 阿瑕有八倍 Slowda 51倍 Tracko 十五車起步 上庭 但是有高於Slowda 剛才 贏車的一倍 是一樣 但頭三又不同 Tracko 有四十一倍 Slowda 51倍 Tracko Hougenberg 博彩公司 開過六十一倍 所以陪女都看到很多很有趣的情形 不看好贏車 又看好入頭三 有些又看好入頭十 又看不到頭六 這個也很有參考性 所以大家看完這個陪女 可以立即在我們留言區留下 大家猜一猜 今天的最後三甲情況 你覺得究竟會是怎樣 首先我先留下 好啊 你一留我 我就再開多個題目 因為剛才有人問 其實我一遇了 最後 有人問是不是 2026會有新車隊 剛剛前幾天開始 有些消息說 應該F 不是FIA 應該是F1的賽會 這筆記者 終於開了綠燈 應該會放 G&M 其實是有聯繫的 本身就是NJATIV 申請加入F1 後來就拉攏了 G&M GENOMOTOR 來參加 現在就交代了 給G&M參賽 NJATIV 退居幕後 你見現在NJATIV 其實是英國廠房 照兵買馬 最後 這幾天 尤其是在美國賽場 很多G&M的高層 其實都笑容滿面 聽他們說 相信 可能未到季尾 已經有一個公佈 就是 2026會有第十一支車隊 至於引擎 亦都據報 會去到2028年 G&M自己有自己引擎 但2026至2027 用什麼引擎 未知 不過 不外乎應該 都是用Honda 或者Ferrari 由於就是Mercedes F1賽例 限定 每個引擎的供應車 對配額 Mercedes 配額已經爆了 隨著Lp 都佔了 最後的位置 所以 只有一個選擇 應該就是Honda 和Ferrari 當然 都可以選擇Audi 但相信 該不會選擇Audi 所以應該都是Honda 和Ferrari 看看誰會走出來 所以Lp是聰明的 趕快我接了他 接近位置 接近位置 頂住你 當然是多謝Aston Martin Aston Martin 選擇用Honda 所以又離開了 當然也要看看到時的車手配搭 例如GM 我相信他們 Adjective 加上Gentle Motor 美國的背景 這麼強 應該都在四處找到一個美國車手 看看什麼時候就正式公佈了 自有分解 這裡有人問 今年的獎盃 獎盃其實都是一個善業感 好像 有些車迷就說 像賭場的輪盤 輪盤是什麼 是叫做什麼 是不是叫做輪盤 賭場的 轉轉轉 它有些LE燈是彩色的 也是一個相當特別的獎盃設計 看看 兩個小時之內 就會有辦法這個獎盃 有朋友問 Honda Yuki 有沒有好處 到時看什麼情況 如果Yuki自己真是 獨當一面島 其實在哪裏都沒有問題 可以這樣說 我想到時看不上新車隊 我當然要留在有競爭力的車隊 甚至乎有幾隊車隊 滑角 但是 你見到今年Yuki 確實是表現不錯的 入QV的機率都很高 但是 未到 是成熟了 但是 明年會不會繼續上升 都要繼續慢慢看 因為 車手表現 就像Chaco 你以為一直上升 到突然間 在Miami之後 原來是不斷 吐舍色 下滑的 所以 都很難去畫一條線 就猜到 這些車手會有幾多進步 還是退步 車民問 究竟今天 會不會決到 車手的世界冠軍 哇 這個真是超級難的問題 很難猜 很簡單說 排面有著數 肯定是Max 但是 是否今天呢 Lando Lois 也都 還未認輸 嗯 今天要講講 Max 在什麼情況之下 就可以獲得世界冠軍 最簡單就是 就是 最後回來 計算 兩個差距 就有 Max 贏了三分 或者 Lois 拿不到分 Max 拿不到分 所以 一路比賽 一路慢慢看 很難說 今天比賽場 我們先看看空氣溫度 今天比昨天更暖 有點像 去年 納斯維加斯的情況 去年 納斯維加斯說 零下幾度 賽前 正式比賽都是十多度 正式比賽又升回二十多度 這個情況有點像 現在暫時空氣溫度 18 對 還有賽場溫度18.5 比昨天高 很涼 是的 一件事就是溫度 另一件事就是 究竟賽場的空氣溫度 濕度 大麻的濃度 濃度 今天大家有興趣知道 先重新一試 在小部分世界的地區 大麻是合法的 但留意 香港的大麻是毒品 千萬不要試 有朋友問 Evan Chess有沒有吃 我們研究過 應該不會 因為始終這次 他也不會告訴你 我只知道 有一個美國的著名運動員 是有吃 之前也被人捉過 就是Michael Phelps 就是 菲比斯游泳那位 他是之前吃 然後被人捉過 但是 這些 我想都是很個人的事 因為F1的藥檢 都很強 曾經試過 如果我沒有記錯 在荷蘭 有錯請更正 曾經是 Mas 晨早7點鐘 被人拍門 就是世界反興奮劑 的組織拍門 Mas 起床 驗尿 不是 我早了 好 入節目 K-Mac 周冠宇 Lawson Hulkenberg Bortas Seloda Alex Elbon Ocon Gasley Lance Row Oscar Josh Russell Carlo Saiz Lando Loris Charles Leclerc Charles Leclerc Touco Louis Cherco Max 各位車迷 歡迎來到2024年度 倒數第三站的賽事 我們再一次去到美國的國土 今天來到這個島城 拉斯維加斯 也是全國賽季裡唯一一場 在當地時間 星期六舉辦的賽事 那邊是星期六 但是對香港時間 星期日的下午 和大家一起看 這就是我最喜歡的時間 平時的美國 都是去到通頂時間 位於島城的正中央位置 一個好像 一個倒轉豬仔的街道場地 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畫面拍到 有一個圓球體 就像一個圓球體 那個位置 有一個全LED 中間也可以顯示到不同的圖案 DIS區域位於兩段的大直路位置 總共有 十七隻彎的賽道 十隻就轉左 七隻就轉右 今年的比賽 第二次來到拉斯維加斯 Pirelli為我們選擇了最軟膠的車胎組合 C5是紅邊軟 C4是黃邊中 而C3是白邊硬的車胎 今天的下雨機率應該是接近零 沒錯 大會也公佈了 下雨機率是零 看看今天的起步排位 昨天炒了車皮靈起步 就是Colapinto 尾起步見到Bortas 十九位 十八位 尼紫蘭索 十七位是Alex Albon 十六起步見到頭哥 今季下來都繼續捱世界 十五起步就是Checo 繼續沉 十四起步見到便利店 Losson 十三起步就是周冠宇 倒數有機會是生涯 尾三一場賽事 KMA排到十二下季 亦跟大家說聲再見 Ocon排到第十一下季會轉會 排到第十 就是最後Q3本來想著自己可以殺敵 拿到POPOSITION 誰知道Q3做不到成績 拿到第十 阿餡 第九是Hulkenberg 第八是Oscar Piazzi 第七是Yuki Suroda 差點進不了勁 六起步見到Lando Loewis 跟他爭近世界冠軍的Max 排到第五起步 四車起步的Charles Leclerc 三車起步 又是繼續有驚喜表現的Pierre Gasly 上一站在巴西站拿到三車之後 繼續有好便宜的排到三車起步 二車一部就是Karlow Size 頭車一部就是George Russell 和人不同命同姿亦都不同病 大家都是拿著Mercedes George Russell排到第十 阿餡只是排到第十 今天繼續在這個島城 和大家一套 做廣東話的全球外掛評述 除了有我雞莊 還有我好拍檔台獎 大家好 說回為何波塔斯會在十九車起步 由於他換了 今年第四套的電池 第二次超額 所以罰五個位 其實罰到最後 由於Karlow Pinto 所以排到第十九 另外就要說說 今天個人的心意 其實Ferrari都頗高 看看數據 包括Karlow Size 其實近三場有兩次 頭排起步都贏車 包括上一次 Mexico 麥西哥的頭位起步 就贏車 有三次 裡面有兩次頭排都贏到 金站排第二 加上大家對Mercedes 正賽的場合其實沒有信心 看看會不會Ferrari 可以贏到 另外 Sharry K 也有一個很強的數據 就是最近兩次 在四車起步 今天是四車起步 都贏車 包括Monser 和美國 美國的Austin 都是四車起步 贏車 所以今天兩部Ferrari 真的不要太少 當然 Mexico也要另一個焦點 看看金站可不可以 而且就給Land Ours 成績 比Land Ours好 只要超前 拿多個三分 其實 兩個人入頭十 差三分 其實Mexico可以拿去 第四個世界冠軍 究竟跟站可以決出呢 還是要等多一至兩場 就要等一會看比賽的情況 有朋友其實都 PM賽車台問 台長 為什麼是美國時間星期六呢 再解釋一次 由於 美國時間星期六 就是等於我們香港時間的星期日 或者歐洲時間的星期日早上 如果放在美國 Las Vegas這個時間 是星期日拍比賽 就等於我們香港時間的星期一 歐洲的時間 也是星期一 其實F1主要是 歐洲的收看人數 是比較多的 當然美國已經追得很接近 但是始終要回歐洲的市場 對於美國跑星期六 都沒有大問題 所以就安排了 星期六舉辦這個分站賽 這個安排也是希望 可以奏到全世界的車迷 也不是只奏歐洲 其實對我們亞洲來說 我覺得這個時間是相當不錯的 很棒的 我們可以趕完車 晚上還可以跟家人一起吃飯 沒錯 看到場地 波士的溫度 空氣溫度17.9 場地溫度18.1 都是偏低 你也看到場地 其實 這些車手不斷 都是說的 低溫 街場 又滑 輪 進入工作溫度 都是很窄的 你預計今晚最理想的換輪策略 就是一次的PIT STOP 當然如果一次PIT STOP 頭哥拿著紅鞭 軟 是否搞得好呢 這個就真的要讀一讀才知道 昨天去到Q3 其實頭10位車手都拿了紅鞭 出去 如果一停的話 主要都是白鞭 換 這個 黃鞭 或者黃鞭換白鞭 就很少想這個紅鞭 出場 車輪的資料出來了 唯一一位車手的紅鞭 就是頭哥 排第16位 主流是黃鞭 中起步 包括第一位 去到第14位 Russell去到 Rossan的第14位 之後就是 Albon Lancro 白鞭 都有三位車手 包括 出名養胎勁 養胎勁 但是 每條鞭都要先起到溫度 就是TRECO BORTAS 19位 還有PINNING起步 COLAPINTO 看看是否一停 我相信 如果真的出名養胎勁 就不止一停 究竟會不會重演巴西站 引到安全鞭出來 有些驚喜的車手上來 還是 平平淡淡 或者看看Max 會怎樣鬥 當然也要留意 Mercedes George Russell 其實金站有機會 金站七位車手 要輪流贏 輪流 其實Russell 今年 只贏了一場分站賽 其餘那些 贏了一場分站 至少會贏兩場 會不會現在又輪到 這個 椅子位 輪流 又輪流 下去 George Russell 可以贏到兩場比賽 也是今場的焦點 這車都差不多回來了 看看 今場 正常的有幾部 特別把的車 新的拉花 對 看到這部沙套把 也有些改動的拉花 回來 全部車已經停在起步位置 六旗揮動 三盞 四盞 五盞紅燈 我們來到拉斯維加斯 凍冰冰的島城 起步 看到 George Russell 起步 這裡 就霸佔了一個漂亮位置 拿回自己 起步位 那裡 已經做低了 Pierre Gasset 這裡也搞定 隊友Carlo Size 兩隻彎之下 這裏 起得相當好 就霸佔了 二車位 Carlo Size 變成三車四車 看到Pierre Gasset 五車就是Max 起步 看到Gasset 拿外檔大腿前面的Ferrari 頂住 而且今場起步 大家好像都比較斯文 看到這部 就是Yuki Yuki Yuki 對近的Pierre Gasset 兩個都欠七八位 也看到 這部E-Hai 就是金站的 特別版拉花 這部車的顏色 又配搭得像 以前的沙巴 就是Awaikkonen 和MESA的年代 看到阿餡 一直在給壓力 前面那部哈士 就是Holkenberg 由於彎多路窄 兩邊都是長 大家就 第一個圈 亦都相對保守 這裡看到 兩部都拍著 一部就是V-Hai 旁邊就是 哈士 K-Mac 就對著Lawson Lawson 做低了K-Mac Lawson 都急於把排名上去 這部車有戰鬥力 以及金站 這部V-Hai 就換了RB-20 即是現在正在用這部 VB-20的波箱 以及避震 前兩天的第一節練習賽 其實正在爆尾 但一直慢慢追上去 就追到 Yuki 甚至可以進去Q-3 所以這部車也有進步 這裡繼續勁了 Lawson 跟K-Mac 正在格鬥 K-Mac推出 不太快 嘩 這裡就捏直路 暫時就先拿到 但K-Mac後面 正在拿到他的 這部 這裡應該還未開到DRS 鏡頭拍得很壞 其實昨天 Colify完了 我知道導演金站 已經按得很差了 他不停按那些名人 即是投到暈 這裡要Traco做事了 抽他的Inside 這裡首先做了 Lawson Lawson 就說 Colify 車輛出來 車輛不夠熱 結果排位 做得很差 另外鏡頭拍著 當然要看看 Max 最近前面 就是一部粉紅色 就是Alpin Alpin 說到明 這三站 都會用粉紅色 拉花出場 現在大會已經說 可以按DRS 但Max 昨天說 雖然 翼斬了 現在變成W型 這樣 斬了之後 其實DRS效應 就相對沒有那麼強 看看一間 按DRS的時候 有沒有之前 那麼爽脾 可以說過就過 暫時見 兩部拉利 加上Wassel 就拉開了 也看到後面 就是 車手榜的勁力 其實距離 都不是很遠 距離大概是一秒以來 幾個車手 應該都開到DRS 如果剛才說 Max 雖然 車的尾液 就 削低了 但是 影響了DRS效應 看看一會 如果幾部車 開DRS 後面 會不會 有所得益 繼續追著 就是Max 金站的導演 鏡頭 跑了兩個圈 我已經覺得很差 拍著Max 鏡頭拍得很遠 因為頭二三車都正在戒 現在看到 Sharad Cat追著頭車 George Bosso 其實可以按到DRS 這裡看看 怎樣 追上Max 然後怎樣 我們自己 跟進一下故事 看到後面 阿餡追著 Esri 阿餡 昨天的Q1 Q2 其實做得不錯 其實Q2的時間 足以令Q3 一模一樣 其實可以進入頭三位 但是Q3兩次嘗試 都失敗了 他說 車出來的感覺完全不同 所以 只有第十 他都說 沒辦法了 我原本Q3打算拿鋪 打算殺敵 也打算今場有機會贏 這裡 Race Control 就有話說 就是說 周冠宇 Rawson 在T8 那個位置 就是Living the track and gain and advantage 就是說 他出了一屆 而拿到好處 進來 又沒有讓位置給人 走捷徑 真是很簡單 一句說完 大會的報告說是T8的位置 那個位置應該是 類似一個Chikang位 繼續 這位鏡頭真的很散亂 又想說阿餡 又想說前面 先拍著阿餡 阿餡 只有死 跟著 PSV PSV在第九位 Hougar不是反而做到事嗎 起步上了一個位置 葛田先生 現在穩住了第七 對於RB來說 真是神聖戰 由於L PIN 突然上一場 Double Podium 排名掉了下去 這裡看到Max 好像 正錯的PASS L PIN真的不太行 Max 其實和GAS的距離 已經很近 大會的數字 都能夠出現 只差0.6 只差0.6 如果真的按DLS 效應不夠強 這裏的Max 都要想一想 反而前面 Sharic 這裏一路推 前面的George Russell 這裏似乎是有 另外大會的T14 就是Rawson和KMac 剛才的外鏡頭 看見 幾乎KMac 好像推他出去的那一刻 應該就大會收到 這裏再拆另一個快圈 Sharic 1分38.329 所以和Rex 距離差0.8 T4之後這段直路 是一個DRS區 全場兩個DRS區 T4這一段比較短 大會再有報告 說Rawson和周公子 在T8走捷徑的那裏 就說沒有跟進 這幾站都是 大會的Steelwood 都說 第一個圈的意外 其實會撿得鬆一點 撿撿撿 可以 這裏應該就是 車的格鬥間 顏狗位 又偷雞走人 也留下位置給人 自己沒有賺了位 所以大會就覺得 算了 來走捷徑 但是沒有得著 現在看到Sharic Care 一邊在搞前面的Joss Russell 看來三車卡拉斯 現在一邊在養輪胎 沒有嘗試推去前面 就追近Sharic Care 反而Sharic Care這一段 要這麼大力的 壓迫前面的Joss Russell 有機會用多了車輪資源 這裏再拍一下Max 可以給前面看嗎 明明有 這裏已經在過車了 謝謝 這裏就是Joss Russell 第二段DRS區 嘗試下一個防守線 頂住自己的位置 Max 亦在同一個DRS區 這裏在BREAK POINT之前 抽IN卡過了Pierre Gatsley 這裏再一次試一試 沒有DRS的情況下 Sharic Care的玩法 有沒有回到漢台帶直路 Joss Russell這裏捱打 唯有每一隻彎 其實一直都在走孤寒線 這裏有少少 就留得不夠位 Sharic Care被迫著梳梳腳 這次導演很喜歡放IN卡CAM 其實他兩個在隔代 我想看後面的Carlo Science 我有看到 頭骨的影片 頭骨在這裏做Pierre Gatsley 因為用一個紅邊遠的情況下 這裏做Pierre Gatsley 我看到Sharic Care 前面 沒錯 他真的有個Visor Tier Off 有機會勾住前面的車頭 中間的天線位置 是的 這裏有三車隔斗 兩輛拉利 夾一輛 就是Mercedes 這裏真的有可惜 否則上了 應該是四輛車正在聘用 厲害 有車迷在Honda Headquarter 正在看Live 真的 在哪裏 分享多一點 Frankie 在東京青山那邊 那裏應該有個大電視機正在看 大會這裏也說 Oscar有一個FORCE START 起步懷疑出了問題 看看導演一會不會讓我們看看重播 這裏要看看 PS 如果這樣 就更加幫不了隊友 除了車手綁 其實就是FORCE RABOO 加上McCarron 三隊車隊 今年的車隊中冠軍 差得很激烈 三隊的差距 只是50分以內 剩下三場 什麼都說不完 Sharic Care 先前兩個圈 追得太近的關係 現在就縮了縮腳 沒有推得那麼近 反而令到後面 卡洛西斯有機會 可以拗到Sharic Care 看看有沒有機會 調個位置 給卡洛西斯 嘗試挑戰前面的 Joss Russell 雖然 PSB說 FORCE START 但已經 在鏡頭沒有交代之下 過了Hulkenberg 上了一個位置 這裏再看一次 WASED START 一個高空鏡頭 暫時未看到 Oscar的問題在哪裏 看到 Joss Russell 起步反應相當不錯 其實Max也起得很好 這裏Sharic Care 因為卡洛西斯掛封 PX的位置 誰不知 就開了Inside門 給Sharic Care 這裏兩隻彎之後 已經放上去 二車位 四車上二車兩隻彎之內 這裏可以說 Sharic Care一個神起步 再坐在Sharic Care的位置 看看起步 繼續看看Sharic Care 五車起步 五車起步 Max在乾淨線 前面就是PX 左邊就是Sharic Care 反應時間 一到二百公里 Max稍微比Loris快 沒錯 這個後鏡看到後面 就是Loris 嘩 這裡有一點推頭 剛剛夠一點 起步的圈 大家太冷了 再看一次 阿餡 現在坐在阿餡 十車起步 這裏鏡頭 就是在尾泵靶 拍攝後面 看到Yuki 讚 拿他Inside 這裡想做KMAX 那位應該是Losan Losan 在十幾位起步 這裏再看KMAX 應該是跟Losan的格鬥 KMAX就拿了一條外線 旁邊 困到頭翼 就是Losan 今天也聽一下影片 這裏KMAX說 Losan在直路 就用一個不合法的動作 阻礙著他 因為在直路 就不可以亂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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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就勾了一些 像紙的東西 膠袋 或是未必是紙 我懷疑是膠袋 我懷疑是膠袋 總之是垃圾 應該都會不當不少影響 車的平衡 這裏看到 大會說SATA1 Joss Russell 仍然很快 這輛車雖然被SARCAD 威脅了一輪 但是 SAN MAN剛剛說 應該樣子太大 不是 看我的圈速 我相信威脅都會放電放多做 暫時做了全場最快的圈速 在保持 1分38.136 應該有廣告 麻煩Citypad OK 什麼都好 總之 有這樣勾著 多少都會影響了Arrow 這場 很多廣告 經常被人勾到 就是粉紅色的電訊廣告 但是 看到 這裏有看到阿餡 阿餡 阿餡應該和PHS 拍在一起 直路 以為阿餡會贏 但是尾段 還有一年 兩個互相 放頭 尾 入彎 內線的PHS 始終是優先一籌 嘩 阿餡可以按DLS 都沒有辦法喊爆這部 Caren PHS 現在有點捱世界 很快 那這部車是Colify 做得不好 來到正賽 看來也不太聰明 但阿餡 這裏就著火了 知道自己的車 就三至連續 坐得快 看看有沒有機會 在這段 短的DRS區域 右彎之後 發動下一波的進攻 這個距離 絕對夠做 兩個車位之間的距離 T4出來 阿餡 擺正樓梯 預備進入DRS區 就按了 按下去的情況下 這裏有沒有機會 吸引進去 但這部Caren 就算不按RZ 直路也相當夠喊 直路 這裏說的不好意思 先弄錯了 說養泰哥是SillyPan 不是Sandran 兩個都是S字頭 一閉眼就 拿錯名字 這裏就說一次 不好意思 繼續看PHS 在鬥著阿餡 阿餡 阿餡 魚狼似虎 兩個拿著黃邊中起步 都是一條新胎 反而Russell那條 就是一條舊胎 走一個圈 所謂舊胎 我相信都是開了胎 就方便跑出來的速度 車手有不同的習慣 車隊的設定 就令到他們所謂的新舊胎 嘩 這裏厲害 Max追一下追一下 已經在挑戰Carlot Sands Sau Leclerc Carlot Sands 較早前導演 又沒有拍到給我們看 已經跟隊友調了位 Max在這裏 就在全場最長的直路 DLS區 按DLS 這裏已經拿到的Inside 沒錯 成經在第八圈 Max已經追到到第三車的位置 嘩 厲害 其實來到今場 Las Vegas 場地的Grip 這麼不咬地 其實Max的開發有點像 上一站巴勢 都是教車手指的技術 多於賽車的性能 如果說性能 一定是Ferrari 加上Mercedes 嘩 這裏是Ferrari 發揮了一個小宇宙 Gasley就來了 Gasley想追回一個位置 過Lando Lawrence 但後面 黃雀在後 後面Yuki 他老友在這裏 嘗試放位置 放位置 放位置 但這裏 Yuki也投行 後面 就被阿餡一路追著 前面又要追Gasley 阿餡就知道 都是這句 車很快 但要想想 什麼時候可以搞定前面的幾步 Yuki暫時是穩穩陣陣 起步和現在的位置一樣 第七 最重要是拿分 這裏有少許防守線 亦有個線路 不適合阿餡 也不選過 阿餡就盡量吃鬼敢吃了 場上兩個 暫時最精神的一個是Max 另一個就是阿餡 阿餡暫時就 跟著跟著先 去到大折路按DRS 這裏應該沒問題 至少只有一塊 另外也要說一下 炭色區 包括14位 Chaco 周公子反而來做得不錯 現在是上隊12位 12位 差兩個位 又可以分區 周公子這裏可不可以 為沙把破彈呢 老實說是難的 但是 看看賽事後續 這個高空鏡頭最棒 看到是兩個一起按DRS 那邊的Shower Cat Box Yuki贊 剛才選擇了防守戰 阿餡還沒去到Break Point 已經完成了 Yuki贊 大家一起按DRS的情況下 Yuki贊 也沒辦法搜到這部Mercedes 其實 這也挺奇怪 Shower Cat跑到第十個圈 已經叫入P 那麼就拿去黃邊中 沒有那麼快 那麼究竟這部車的問題 還是這部泰國覺得不行呢 說這部LandoRos也進來 那麼這站應該就不是一停 如果第十個圈 就已經換胎的話 應該是覺得這部黃邊中 不太對勁 Shower Cat進來換了一條 2.5秒 另外Lois也進來 應該也是2.5秒 所以排名也是北邊 變成暖步 仍然在車手榜 還是有機會叫護 全聯總共的車手 當然是比較微的 車手 加在一起了 所以導演都按一按 現在3尺的MAS 有機會出來這麼早 換個白邊硬 白邊硬是否可以坐到尾 很大的問號 是啊 由於這個場地比較奇怪 街場 溫度低 咬地的性能都不好 相對的 泰號 應該是比較低的 是 咬! 卡洛西斯也進來 Oscar PS要接受 因為起步出現了一個問題 較早遲說 這裡要接受5秒的 一間做P-Stop的時候 要接受 那麥克斯應該就 準備開DLS 搞定卡洛西斯 沒有了 捱打了 卡洛西斯勉強 先走一個孤寒線 大家一起直路鬥 按DLS的 MAX 哇 這個DLS強度夠長 去到第十圈 已經上到二車 就是MAX 哇 現在變成MAX 個人騷擾了 又五車這部已經上到第二位 同時 阿餡已經做低了 Gazzle上到第四 阿餡 剛才過P-S也拍不到 過P-S也拍不到 過P-S也拍不到 另外 也挺有趣 今站 去到十個圈 其實沒有Radio放給我們聽 有 剛才K-MAX 很好笑 是立了 今站所有的安排都比較奇怪 出來的時間應該也不太好 2.3秒就算是OK的 P-S的P-S又如何呢 相信應該會換一條八邊 這裡先發了五秒 就是FORCE START 五秒真的要小心一點 不要4.98秒就馬上碰手 做過8.9秒就算是這樣的 這裡的導演終於按一下起步 究竟發生了什麼問題 留意後面橙色第二步 才是P-S3 有機會是停位前了一點 應該是 看款式就是 鏡頭拉後 然後再給各位看 好 算了 拜拜 先看看比賽 P-S3終於罰了五秒 都不能爭辯了 暫時看到Hougenberg 現在是四車 五車就是Otcon 六車就是周公子 由於不少車手都進來換了胎 包括CarloSansa Charlotte Loris 葛田山 Gazzita Alonso Alonso已經很早進來 我想說現在這輛Mercedes 單圈PACE快得很誇張 是 現在在做38宗 但是其他車全部都在做 最快都是Max 已經在做40頭 現在都做了40頭 似乎拿了Clean Air的George Russell 這裡可以放多少飛機 就盡量離開了 這裡看到Checo做事 抽回Inside 搞定就是周公子 有些朋友看到沙巴金站 就說 拉花有團火 他說不是給我一些火 是給我一些粉 你整個團火沒用 這裡都Max進來換胎 大家都比預期中早進來 看看Max換了什麼 應該都是把邊硬 PACE STOP的時間 原來是2.0 出的時間很慢 但是做出PACE STOP就快 出來會困在車路那邊 剛剛就在蝦屎和沙巴後面 所以他看到車陣 都叫做深溝一下 都踩大了一下 這個小小鬧駕 後面還有ColorPinto 可以按DRS的 但是台灣這裏還沒那麼足夠 應該去到後山 那個長的DRS區才做事 後面看到ColorSize 亦都被ColorPinto頂住 雖然Max出來遇到TRAFFIC 但是後面ColorSize 遇到TRAFFIC一樣 這裏都幫到一點 遇到這些TRAFFIC 看看誰是否幸運 那裏Max首先過了BOTAS 還沒按DRS 那邊Johnson也做PACE STOP 如果Johnson出來 很大機會Hulkenberg的前面 看看能不能做到 有朋友問 甚麼事 賽前開了甚麼項目 其實有一條用了黃邊軟 就剛才用了 沒有其他黃邊軟 黃邊宗 不好意思 白邊硬有兩條新的 有一條應該配合到車內 待會回來 做第二次PACE STOP 應該都是白邊硬 除非他領先得很多 拿一條紅邊軟 然後插上快速步 應該就沒甚麼機會 這裏有二、四、六、六、八部車 在一起捏 首先Max做事 在這裏弄低了 那裏Color Pinto 也被ColorSize弄低了 ColorSize要快一點 做低前面BOTAS 因為要不然 距離拉得越來越遠 會頭痕 細緊要留意 George Russell 有一個PACE 大會提到 PACE STOP 會損失21秒 出發 應該仍然維持著 這裏是領先的地位 這裏看到兩位拉利都搞定 Color Pinto Color Pinto 昨天撞了一個重擊 其實看意外就不太嚴重 但車隊說撞了50G 那裏都是連續三個比賽 周末Color Pinto撞車 George Russell 這個第一次PACE 相當成功 撞完出來 就在隊友館裡面 換句話說 其實他是領先的 Ellen說 Color Pinto在Max前面 大家留意一下 Color Pinto是沒有進來換泰 Color Pinto Color Pinto 當然我們把邊瓦 也有不同的玩法 但是就看回Max 和Color Pinto 距離只差4.7秒而已 看看他們單圈的PACE 多少 西鏡已經重播 Aston Martin這裡出了一些事 換了 幼頭 幼頭 右前就倒閉了 然後出來幾乎 這部是不是 還是在講 就是這個 V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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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L-PIN搶出PACE STOP 之後就撞了一個牌子 那個應該是Lawson來的 因為我鏡頭實在太小了 簡認頭盔好像是Lawson來的 我們盡量協助自己 亦都協助車迷 可以看得清楚一點 這場賽事 由於鏡頭的交代 有時候就未必這麼理想 暫時領先的比賽 暫時領先的比賽 就是還未入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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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SO在第二 Chaco暫時第三 還未入PACE 這場賽事 剛剛過了 就還未做PACE STOP的KMAC 小鏡看到阿鮮做PACE STOP 做個2.7秒出來 看看去到什麼位置 這個觀鏡剛剛好 兩部法拉里剛剛過了 阿鮮出來 會不會 要捱車陣 沒錯 前面還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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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KMAC KMAC 也沒有進來換胎 KMAC 你也知道不是善男 順女 這些阻擋罪 尤其是 有機會拿分 看看KMAC 有沒有機會阻擋LANDOLOAS 如果他阻擋應該不是阻擋LANDOLOAS 所以遇到這些 正常來說 不應該太大伏手 沒有錯 這裡都會開門 反而 遇到大家 一起欠擁 操作者 遇到LANDOLOAS 或者遇到VHIGH 有機會阻擋得更厲害 現在就說 如果這樣的成績回來 就是KMAC 會贏世界冠軍 我知道了 看一看 再一次罵 為甚麼 安排我這樣的時間 進去 究竟我輸了多少個位 生氣都會正常 事實上 今天這輛Mercedes 都夠了 是 這裡公共鏡頭 又是看不到這些車 大哥 不要給公共鏡頭 我知道賭成的建築很漂亮 但是再看看鏡頭 剛才可以嗎 剛剛在這裡搞定了KMAC 就上去第八位 KMAC完全不夠 按照DRS的情況下 後面有一堆大亂鬥 現在數回未做P-stop車手 包括1、2、3、4、5位 就是主席 正在排2車 Hougenberg排3車 排到第九、十、十、一 分別是KMAC、BORTAS 和Color Pinto 是未做P-stop的 剛剛說的時候 Hougenberg就進了P-stop 下一個影片 這裏有些討論 就是說如果我們再在外面留久一點 我們會再輸五個位 所以其實剛剛安排你進P-stop 那個已經是最佳時機 看看結果會講一齊 現在是最佳的 原來就可能 哎呀原來我們壞了 或者好了 待會賽口才知道 有時候阿鮮也是滲滲 他跳到上場 一定是盡全力拼搏的 鬧得來他一直在快 這邊就看到有個格鬥就是 頭哥 頭哥 前面就是Gasley Gasley很可惜 三車起步現在抖一下 已經落到第十二位了 頭哥就知道 Aston Martin 接下來的三場就沒有什麼競爭力了 他已經說到極度痛苦 也在上個星期 Aston Martin 這位Gasley說是低能力的車 噢 看到這裡噴煙了 噢 機器有問題了 今天也解釋到 為何Alvin也是想想 2026用Mercedes 噴煙回來都下班了 原本叫做得很好的 第三位Gasley 因為機器問題 運氣應該上一站巴西道 用得七七八八了 都算是這樣的 沒辦法了 今天成為第一位退賽的車手 剛剛都... Gasley video Oh man 如何譯中文 唉 總之就是這樣 有些可惜的 其實一直是維持在十位以內 雖然補不到第三位 但是得分的機會很高 這裡就有優勢了 V孩和Hazard 兩隊 暫時看來 都有機會在十位以內 鏡頭馬上拍著兩個角度 就是Yuki 以及第八位 K-Map K-Map還沒做P-Stop Yuki已經停了一次 用這個白邊硬 Yuki 所以這裡也要立刻搞定K-Map 我想K-Map真的收到消息了 後面我們是直接競爭的對手 就是Yuki 肯定是手刮眼的 這次K-Map 面對Yuki 應該不會像剛才 和阿餡 就這麼輕鬆 沒錯 這裡看一看Yuki 加上DLS 拿他的Inside K-Map在外面 頂不頂得住 走回自己的快線 沒有做防守 K-Map 這裡順利就被Yuki 過了 這裡整堆車 都不知道是誰 就是換了車 還沒換車 換車 就... 塞車 對,挺混亂的 這裡看見應該是Koipinto 由Pitt 剛剛剛才看到Yuki 和K-Map的格鬥之前 其實阿餡已經過了 Lois 上去六位 波塔斯一直頂著頭哥 再後面看到 Alex Elbon 說很散 這裡拍一下那邊 突然又跳過來 就考我們 這裡就是Sharacat 追著主席 主席 把邊爛已經走到第16個圈 主席其實在今個週末 較早前的訪問 也說 我知道 我們接下來幾場 都肯定要拿1-2回來 才可以追回Consulta 我們正在做事 就行了 剛剛看到阿餡進入Chan位置 其實車頭已經端住 這個Tracko的車尾 看看現在重演 兩個歡喜冤家 由2021到現在 每一次Tracko都招呼阿餡 看看今天能不能撐住 阿餡今天 如果加上DLS 你都很難撐住 反而這裡 就是Landoros Lois 趁機把距離拉貼 很有決心的Tracko 這裡走著呼籠線 老虎都死手 撐住 看看有沒有機會 沒有辦法 加上DLS 到中段 已經過頭 看看有沒有機會 後面Landoros 一條直路輸兩個位 就是Tracko 當然 車輪的跑圈數 當然沒得比 但是這個鏡頭 對Red Bull來說 這個品牌形象 也不是好事 你看到Tracko的車 拉到一邊 就是入P 搞不定 做一個圈 就沒有這個鏡頭 不是 當然不會這樣做 因為嘗試留在外面 頂人 頂不到 就是P 頂到就繼續 這裡進來 看看換條什麼 換條黃 哪個鐘 2.4秒 金站 Red Bull來到美國 兩個Pet Stop 其實都做得不錯 2.4 還有一個2.0 再看一次 這裡應該是說 Max怎樣讓位 不是 Tracko怎樣讓位 給Max 這裡 麻煩你 輕輕鬆鬆 就讓位 給你上去 因為始終正在跑 車輪的狀況都不一樣 現在在看 就是 Pet Gassy的車子 怎樣爆煙 噢 聲音都鼓了 然後就出發煙 再踩聲音都不一樣了 嘩 這裡不是爆煙 看一看 就看到 SYPOP後端的位置 也是散開了 不知道這份景 有沒有可以賣 對 澳門就有些爛件賣 這裡就 F1有的 不過價錢一定不同 我們說到澳門 其實不只是賣件 車都整部賣 對 特別是TCR 那些車到貴尾 未落場已經賣了 帶了一部車回來 就收錢 當然有些車手都不理 澳門繼續劈 狀元有狀 Radio 馬卡爾西斯 這裡又做自己的策略大師 馬上問 究竟有沒有機會 早點告訴我 可不可以吃C餐 我要多點時間 你早點告訴我 那邊回答他 行了 你給兩個圈時間 我告訴你究竟轉不轉到C餐 OK 這個餐叫做拉斯維加C餐 是不是很難 OK 拉斯維加C餐 看看又怎樣玩 連非官方的計時都突然沒有了 因為我看到他瀝了 所以我立即弄一弄 好 麻煩你 這邊鬥到第十九個圈 這裡仍然領先George Russell 他跟Max的距離 繼續保持著大約十秒的距離左右 兩個動作一直都在做三十七個九幾 三七尾 小鏡頭 有人說阿斯馬丁 因為鏡頭真的太小 我看不到那部車是誰 看看排名 位置應該是頭哥 暫時阿斯馬丁是九車 頭哥是第十 所有車都做了一次Pick Stop 暫時位置就是George Russell領先 Max的9.694秒 但上一個圈 George Russell領先這麼多 其實都收慢了 1分38 之後三車是Carlox Sand 四車是Charlotte 五車是Cham 十車都要上來 六車是Lando Ross 都要留一個位置 因為和Max都差了四個位置 如果這樣回來 Max會贏第四次世界冠軍 七車是葛田傘 繼續保持這個位置非常穩定 八車是PS 九車是Ars Elbon 上了八個位置 十車是Hougenberg 如果這樣欲赫欠到一分 當然有幫助 但仍然還沒追到LP 另外要留意 就是周公子 暫時排在12位 再留意的是Checo 現在是14位 Checo 真是散勝一點 行不行 有朋友說 兩輛McCairn 所有車都已經入了一次Pick 有一輛還入了兩次 那邊就是Ocon Ocon 暫時在15位 最新是黃邊忠 加黃邊忠 現在換了八邊眼 傳給神宇抄 看看是不是真的 第35個圈排名 決勝苦 現在跑到第20個圈而已 我們的宣傳都OK 維持大概收穫人數 再一次提醒 我們這次加入了這個新的頻道 你知道而已 可能有些朋友真的不知道 麻煩幫忙叫人進來 是的 我覺得不是很多 因為現在暫時八百多 未過到千 希望看看會過千 現在就看著阿肯 繼續工作 下一個目標就是前面的 Sharacad 看到今天阿肯很多次在這個大直路 按DRS就相當幫到手 現在亦都幫到手 拉近了跟Sharacad的距離 看看下一個圈回來 有沒有機會 在同一段直路 可以做得行 不用怕 看到後近平的 追加Sharacad的距離 是一秒以內 後近平可以開DRS 另外已經跑到第21個圈 我們還沒說一件事 就是提醒大家課金 現在進來 新頻道還有一件事 就是繼續用我們 QR Code的課金 給我們支持 Youtube的Superchat 由於新頻道 我們還沒用到 所以大家可以 用QR Code的課金 給我們 在這裡 多謝大家 30個圈究竟搞不搞得行 換句話說 很大機會 要停多一次 這裡繼續看阿餡 已經追到 紅燒的Cat 一秒以內 距離 拉尼應該說 這個位置不夠 阿餡的Mercedes 厲害 來到這個比賽周末 這個比賽周末 有答案 就是說我們繼續吃A餐 是A餐 拉斯維加A餐 A餐煮麵 OK 想說什麼呢 剛剛賽場溫度比開賽之前更低了 開賽時有18點幾度 現在已經跌到17.4度 濕度也降低了 50%跌到49% 車迷留意到牛奶仔那一套 是否零了系 其實不只是他一套 出現了問題 這個時間應該出現了問題 我剛才重複的時候 都不行 應該是大會放出來的資訊 都是不準確 來到美國 鏡頭很亂 還有你看到這些位置 其實一直都沒有交代彎角的 剛剛按到出來 T5 T5很容易認 左邊看到粉紅色 就是電訊公司的廣告 很多車手左邊都留在場上 看多次 這裡一直追著後面的大波波 這個就是大廣告牌 阿餡追到後山之後 下來一個很深的慢左彎 然後就是這個 全場最長的大直路 就是這個T12之後的位置 看看阿餡這次拉近距離 有沒有機會在這裡 憑著這部這麼精神的 Mercedes 可以搞得到前面的Charles Leclerc 暫時Charles Leclerc 仍然有辦法 兩個都 導演可不可以這樣按 這些車手的車輪 始終走了10至11個圈 當然 有朋友說對 這個場地其實車輪選號是低的 但是你看到黃邊 都這麼快換 當然可能我表現不夠好 另外可能也有些損失 似乎這部法拉利精神 Clean Air的情況下 後面按DX都買不到 Landolas Video Landolas說 台長講了幾次的螢幕小 所以大家麻煩我按給台長 我們今天的螢幕是較小 為何要看地圖 其實我們把直播畫面 拉小了那個鏡頭 所以現在有點頭癢 不要緊 我們盡量做 做到盡量做 給到盡量給 另外一樣 除了螢幕 在Qualify還是Practice的時候 他製作了圖表 一邊看著車廂 這個也挺有趣的 另外 Tracko在Q1出稿 製作了一個 倒轉手指工 那個真是絕衣 真是謝謝他 我正想說 螢幕小之外 可以課金買螢幕之外 其實台長的眼鏡都差不多要換 我相信 奴化差不多 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 可以利用我們QR Code的課金系統 課金支持我們 這裏 下一次來到後山大直路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 咬到過去 最少 按DLS 看不到很大程度 把車速差距吸收起來 這裏都起碼搞四五個圈 細鏡看到周公子 最近前面投稿1秒區以內 如果投稿11位 都叫做叫五位 當然和AXL的距離 都差不多四秒 所以要追到 都要再想一想 車迷問 為何溫度低 胎號更加強 溫度是其中一個 選擇車輪的因素 但選擇車輪的因素 還有很多 快彎 那場有多少快彎 你在彎裡面 又丙幾行 還有你究竟有多賣力 追前面 這個都直接影響了胎號 還有車手願意放多少胎 來使用呢 這個都會影響到 是的 有朋友說 sdpan為問 票會不會出四四鐵卡 對 現在跑到第四四個圈 又未見 什麼意外都沒有 除了Gazdy的爆氣之外 那就是一部賽車退出 也可以提提提 座了一篇圖 雖然PTN起步暫時在17位 是很厲害的 已經搞了很多個圈 一直都搞不定 鏡頭沒有階段 周公子那裡 但已經上到第十一個位置 稍吧 這裡不如不要開個投票 安全帳卡 不如看看稍吧 可不可以開債 哈哈哈哈 還有來吧 好啊 由於雞翔都打了尾聲 真的沒有阻斷 先讓安全帳卡 第一個投票 就是猜一下 現在幾時出安全帳卡 對呀 一起玩一下 這裡應該 我心算應該有機會錯 可能已經是鏡頭追到第六個圈 仍然阿館也是搞不定 這個Sharad Cat Williams是否要再做車 事實上Colapinto 剛剛登場的三四場 表現相當矚目 都有點心紅了 所以這兩場都炒了兩棵金 有沒有機會再做車 如果照看現在下來 暫時應該不會 還有Colapinto暫時的位置 應該得分 沒有什麼希望 所以沒有需要這麼進取的情況下 應該會好一點 這裡剛剛看到主席 做低一顆 過了隊友Losson Losson這次就不敢封他了 哈哈哈哈 這裡就可能是美洲 多粉絲都是小心熱熱 主席搞定了 Losson也是上到12位 另外你也看到頭哥跌了一個位置 到15 看看頭哥是否要入圈 還是怎樣 入圈應該 這裡就是三四五位 第三位是Colapinto暫時 第四位是Charlotte Cat 五車阿館 阿館好像有點 留一點力 還是追不到 多看兩個圈就知道 阿館剛剛有連續四五個圈 嘗試進攻 但是按DRS的效能 不是太理想 所以他相信要再想一想 以及充充電 看看怎樣可以量度 對個位置才可以 再來 另外我也看到 周公子和ISLBON 第十和第十一位圈速 周公子上一圈做1分39 ISLBON做1分40 所以兩個距離 已經拉近到3.3秒 看看周公子有沒有機會 真是今季為沙伯開債 這裡看到Yuki站 Yuki站和PSG正在隔離 RX7要收工 這樣便宜了周公子 周公子堂堂正正 後來就上去第十位 就得分區 當然賽事還有一半 剛剛跑到26個圈 但是看到競爭者也有 包括Checo 看看Checo有怎樣追 看到ISLBON入HIT 回來收工洗澡 鏡頭也不交代他了 周公子暫時排一排 排到第九 又說有沒有機會零點突破呢 就是今天呢 由於第二輛 應該開了 不斷看到車手進來 包括他看到PSG 也都 看看 KMAT 都差不多了 找一下 還有 Occon Occon 較早時候進來 這裡 看到阿餡 Carsize Radio Carsize 要求做PSG 他說我不想用這套 這裡呢 咦 Carsize 想過 暫時還未過到 那麼有沒有機會呢 就 SaraCars想過過不到 有沒有機會Carsize 就做PSG 因為剛剛賣 Radio 說不想用這套 剛剛看到阿餡 車一索呢 應該可能是膠袋 經過之後呢 就馬上粉碎了 暫時還未做PSG 反而那邊 Max做PSG 說 進來之前 Max跟前的 George Russell大概有 十至十一秒的距離 這裡也要看看 Ferrari的影片 看看什麼時候換輪胎 開到口了 Carsize 我們也要看看 Mercedes的陣營 會不會跟在一起 還是跟著SaraCars就算 我們也看到 Carsize 又來換輪胎 入Pin哥 就不是退出 所以要入Pit 這裡呢 就有消息說 Alexandre的車 有機會呢 是有些交代 索了入散熱那裡 不是 Carsize 說 你給我Pit 我要Pit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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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拉斯維加斯餐 現在搞到 這個餐到尾 大哥 有朋友說 Williams 已經快要破產了 是的 其實這樣撞了 真的很吵架 如果大家有看 這個Youtube 其實Williams 已經精心安排了一段影片 講到巴西站兩部車 撞了回來 找了一些 支離破碎的零件 就逐件補 這裏叫Carsize 調位 看看怎樣可以放一步 就可以撐住阿餐 阿餐 阿餐就聰明了 看到你打算調位 這裡就放了一個內容 想撐住 Carsize 真厲害 這麼窄的距離 底下 只放了沙拉卡 撐住後面 阿餐 這裡 阿餐就不幸運了 Carsize 這裡就進來做Pit Stop 不是 這樣 Carsize 以為要做Pit Stop 但是 撐出來 就繼續滾 這樣肯定會發硬 因為已經進了Pit Link 那條路 再衝出來 肯定要發的 不知道為什麼 決定 那條路 看到Max的Pit Stop 有些滾滾的 3.4秒 這裏 快了 2.6秒 距離拉近了一點 拉斯維加 C餐 就 不是轉面這麼簡單 現在轉了彈竹出來 一鍋竹 去到最後一段時間 Carsize 打算進入 快點 就叫他出來 這裡 大大報 這樣 會輸時間 會被大會罰 看看大會的言順 Lotus 有什麼時候出來 這個 都 很明顯 這裡 有一點 智慧長城 要是進去 進去後 就不要拉出去 還是 怎樣 有沒有 導演 暫時還沒有 不過這裡真的要感激 再一次感激 就是法拉里的策略組 再看一次 這裡看看Max MX 所以這裡 自己就剪了一個角落 位置是T7 要看看主席 搞前面 就是周公子 周公子 主席應該搞周公子 不是很難的 如果說性能 但是 為什麼今時今日 主席要在這位置前鬥呢 真的要 回去心思一下 再看看 前面的Carsize 為什麼突然會在Pit Lane 那條線 走出來 其實很笨 這裡肯定是佛眼的 要擋到這樣的程度 其實我覺得不需要 Carsize Radio Carsize Radio 很生氣 什麼事 我們還沒準備好 喂 請醒醒 請醒醒 果然是Carsize 就是一個獲足 這個圈回來 終於 準備好了 進去換他 2.2秒 Pit Stop OK 但我相信所有圈 我相信已經要罰10秒 唉 換了新巴編 也幫不了 後面那個應該就是Yuki 我只可以說 法拉里永遠不會令你失望 這樣回來 就增加 周公子 投授位 回來得分的機會 如果這樣 平平穩穩的 當然後面 都有幾位來勢空 包括見到Otcon Lawson Pit Asri Carsize 現在這樣做Pit Stop 兩件事 第一件事 他被阿餡 下剪了 因為他沒有一起做Pit Stop 第二件事 就是他將會吃Penalty 換句話說 這樣Carsize 有機會就直接跌到 拿分的邊緣 隨時拿不到分 對 所以周公子這場拿分的機會 又提高了一些 第二輪換胎都陸續有來 Max 阿餡 Carsize 進來 比較前列的車手就是他們 每晚看到George Russell 其實跑了很久 都未見到他 也領先了Charlotte 15.76秒 我們剛才的投票 不如先停下來 立刻可以進入我們下一輪的投票 OK 剛才講 周公子有沒有機會拿分 新的沙巴 破蛋 這裡看著 葛田鑽在鬥 Hougenberg 兩隊車隊 正在鬥 車隊綁 第六位 這裡出來 換了一條新的白邊硬 就馬上做全場最快 勸速1分 36.951 也應該是第一位車手進入到36個區域 這輛車真的好燒火 來到這裡 現在來到拉斯維加斯 那George Russell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來到這裡 反而我覺得沒有什麼希望 反而這輛車就這麼強勁 這裡立刻有個比較 在Sector 1和Sector 3 其實比George Russell快 只不過 真的起播排名 起得差就沒辦法 一直 又遇上交易 這輛車的距離 距離都拉後了 現在追上前面的Red Bull 是Max 回來會是怎樣呢 我相信Max 不會做很大的反抗 因為始終 我相信 今場 Max 都是看著 Loss 來組裝 Loss 今場 Karen 都是沒有什麼戰鬥力 Lando Lonis 這裡又做PIT 投票已經開了 問周公志華 沙巴今場 可不可以破蛋 但大家都看淡 暫時我記得60% 就說沒那麼容易 Lonis這裡也有PIT 但是 看著 場上 和Max的對決 以車輪車 應該就 在後面 看圈數也知道 他快 那邊 聽到Radio說 Jobs Russell 有機會吃B餐 換句話說 就是停兩次 現在 停了一次 領先Sara Cat 16秒 這裡 形勢大好 只剩下19個圈 16秒 OK 拉斯維加B餐 看看怎樣 B 是否代表Ban 屎呢 會不會 不屎呢 這裡 很牽強 很牽強 這裡大會知道 總之 贏Lois 回來就贏世界冠軍 不用計分了 知道 這裡 先看著排名 已經受到阿餡的極度挑戰 就變成車尾了 相信阿餡解決 Max不是難事 也不會作出很大的反抗 那阿餡 現在剩下三場的目標 第一 就是車隊的成績 第二 車隊成績 他沒有辦法 他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第二 就是他要獲取個人的第四次世界冠軍 這裡阿餡 按DLS 沒有問題 跟台長預計的一樣 Max 都沒有一些無謂的反抗 或者掙扎 走回自己的線 阿餡 未到Big Point 已經突出頭 問題是阿餡 究竟有沒有機會 追到自己的隊友 這裡就Sara Cat 進來做P-Stop 這個P-Stop 應該是慢了 2.9秒 阿餡 這裡說Max 就做到全場最快的圈速 當然也有這個DLS幫助 阿餡 這裡已經上火了 還有一個36.4 一兩 如果只計單圈 比George Russell快速快 1.4秒 現在看到兩部 Mersedes 形勢大好 阿餡 領先 阿餡 都上到第二位 雖然兩個人有32秒距離 但Joss Russell還沒做第二次P-Stop 這邊看到還有一次調位 就是兩部法拉利 阿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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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忘記了我們今天的目標 目標肯定不是贏車 阿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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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步也沒有受到很大的挑戰 小鏡又看看Piestria在挑戰周公子 現在不是小鏡變大鏡 因為知道台長不夠大 Piestria這裡過了周公子 周公子打到第十後面還有兩部車 一部粉紅色的Ordcon 加上便利店Lorsen 所以這一站周公子得分 都真是有段時間講 周公子還未做第二次Pistop 另外還未做第二次Pistop 包括前面的Hulkenberg Lorsen K-Mac也未做第二次Pistop 還有Bortas 這邊主席做完Pistop 出去後就會去到武分區 跑到第三十三個圈 我相信這站以兩庭為主 都說這次是最後一次Pistop 每一條新的Pi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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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站比賽 其實大部份來到正賽 車手都是留下兩條新的Pistop 或者所謂開了Pistop 應該都是走一至兩個圈而已 這條紅邊就放題了 在Qualify就放了他 頭那個就 我想都是薄一薄的 這裡看看Qualipinto 就要過Bortas 拿到外面加上DRS 沒問題 Bortas 昨天Qualify回來 當然知道正賽會 罰退五位 但是他說在Quali 其實車是不錯的 但是在最後一轉Quali 他覺得沒辦法 Qualify就是這樣 就做不到一個好時間 麻煩你 CityPan 幫我們更新周公子的視頻 就說他未用太多的 有需要叫車女提他 麻煩你 這裡首先看著 多個照片 就和Ockcon的追逐 我相信這個時候 就想一下 兩個真的再拉貼些周公子 先 另外看一看 就說 這個Mas和Carlo Sans 這個三車位 有得贊 今集這些Pit Stop的鏡頭 做得挺漂亮 不過大會的 那些格鬥鏡頭 就一般的 說時事那時快 那邊 周冠宇 這裡提醒他 可以Push 由於車輪不是用太多 加上後面有幾部車都追得很快 加上後面 其實葛田站 已經做了應該是最後一次的Pit Stop 還有在Losson的後面 這裡有 拍攝著高空鏡頭 我也不知道哪輛車 追著哪輛車 你是否想我介紹風景呢 導演 知道了 廣告 可不可以按下去 我只看到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部 七部車正在追逐 但我不知道在什麼位置 有車迷問 有地圖也追不到 說真的 有車迷問RB 會不會叫他兩部車 調位 叫Losson開門 應該會的 因為Losson暫時未做第二次Pit Stop 這些車隊應該會做 當然今年的RB管理層 在季初很多時候有幾個決策 都脫下 我想來到季後應該會聰明一點 拉利無罰 暫時未見到Lotus出來 嗯 這個很奇怪 對 大會為什麼還未罰 這些應該很容易解決 不需要聽解釋 也很明顯是犯錯 這部就是RB地圖 懶 Jas What 這裡真的RB已經在檶內 出場 uh 角田先生又沖了一個位置 老Han讓給他 這裡就到 這部 就跟 Chat messages進追 搞下 yemek 那就是 周公子要快些放忘掉 現在這樣看,其實這部RB在晚上燈光出來其實挺漂亮的 雖然有點像很舊那一代的Sauber 當然不夠之前Miami那部七彩的Visa卡這麼帥 但是今年RB幾個特別的拉花都很吸引 細鏡又看到CarloSounds,前面和Max距離有三秒多 後面Charlotte就一秒八 這裡終於第一次拉到Ocon 暫時在白車頂著,後面就是Slowda Slowda的套胎新的Ocon是16個圈 看看導演是否給我們看Slowda如何搞定Ocon 看到Losson進入這個彎也有點了 那這條胎是不是差不多呢 Losson的套胎已經用了24個圈了 這裡郭田甄已經拉近距離了,已經貼著Ocon後面 Ocon就說這部車跟Gazdy有分別 他說美國奧斯汀之後其實都明顯有分別 這裡Yuki珍要按DRS,看Ocon就如何招呼Yuki珍 走個孤寒線,中線Yuki珍再孤寒個你,再inside個你,還未到Big Point搞定 這麼長的表現,Yuki珍在FP1去到Qualify 看到這麼明顯的進步,加上正賽這麼穩定的駕駛 真是Red Bull,你想想他吧 他不會的 你想一下,Rosson也不想他 Yuki珍一雙情願 現在這樣,Yuki珍上去到這個位置,車手車分磅都趕過蝦士 就上去第七位 如果現在吃駕駛期的話,嘩 如果 但是未吃駕駛期,就不要再說什麼時候都這麼說 由於我們都在看Ocon的場景 可能一分鐘,投手也回不了,可能增長更大 這裡看到Losson也要搞Hougenberg Hougenberg搞定了Losson Losson現在這套輪胎的捱法也不是辦法 看來要早一點安排他做Pit Stop 另外,看到Boltas進了Pit 應該做他今站最後一次的Pit Stop 這裡突然按他投擲12位 跟Losson的距離有0.3,即是可以開DRS 今站他也有一個特別版的頭盔 主要是因為有一個贊助問題 但是這個頭盔有點像前面的V蟹 這裡算了場上很多膠袋還是廁紙,飛來飛去 Ocon的排名就看到他一直不停下跌 Hougenberg又是開DRS,超級大隻路就搞定了他 似乎Ocon是任食的 對,所以Ocon回來,讓車隊最後排名 可能分分鐘這個RB會先佔 但是會特別,排名提示兩部 Mercedes 欠第一位,距離是8.251秒 相信車隊會有團隊 這個時候會穩住兩位車手 這裡導演給我們看看 阿餡和George Russell 究竟哪個位置比較快 差不多都是阿餡比George Russell 現在兩個距離大概有8秒左右 世間的Carlox Sands說 和Max的距離是2.2秒 剛才在說大會預測 Carlox Sands有機會追上去欠第三位置 暫時兩個的PACE 每個圈欠0.5左右 Carlox Sands比較快 四個多圈之後 Carlox Sands有機會 就進去Max的身邊 但是數話這樣算 真的鬥落是否這樣 還未知 會不會突然出一輛安全車 因為都跑得七七八八 開始 車輪換到差不多 有些死頂的還有兩位 包括Lawson和K-Mac 兩個都還拿著這條白邊 Lawson走了26個圈 K-Mac走了19個圈 這裏就是Occord被人壓著來搶 下一個過來拿的就是頭哥 搶這個就是最後一個得分位置 10車位 Occord沒辦法了 捱打 上場在巴西趁著下雨 是位置小 曾經在單圈快過Max 5秒 這裡三部車一起入彎 三部真的不夠位的情況下 夾下去 夾在中間就是Lawson 左邊就是Checo 外面就是Hars 就是K-Mac 這裡要讚一讚主席 真是夠薄 搞定真正的席位對手就是Lawson 另外看到旁邊的K-Mac都不理你了 我自己搞定了才衝上去 K-Mac這裡都很客氣 看到縮腳 不縮腳就隨時打到場 但是如果說 有權去打他們 其實應該是K-Mac 剩下三場的比賽 Penalty Point也沒有 好 再看一次 究竟主席在大直路 加上DRS 前面的車 沒有特別走防守線 這裡拿過Inside 其實K-Mac想玩到外面 就是過Lawson 出彎的時候 也沒有什麼留位 這裡坐在Lawson的車路 看看 兩邊被人夾擊 外面就是K-Mac Inside就是主席 給他選擇 也選擇開門給主席 封一封後面K-Mac 看到Lawson的速度已經沒有了 我想現在留在賽場上 都是等保守卡 甚至等紅旗 這裡有估計 如果這樣的速度 阿肯追到12個圈之後 有機會挑戰他的隊友 George Russell 其實可以說真的沒有 因為你到10個圈 12個圈之後 他那套輪胎 還能夠做到這個速度的差距 很大的問號 還有到最後12個圈 經易吃格仔旗的最後一個圈 這個大會這麼快就提醒大家 提醒大家 投票 我們也可以投票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周公子拿不到分的投票 六成車是否覺得沒那麼容易 事實上 周公子現在做了P-stop之後 已經跌到15車 對 剛剛看到羅商都進去了 等不到 這個排名再進步 跌下去 暫時在第10個 可能一會兒再跌下去 對 再跌下去 去到17 幾乎是最後的 現在看看主席 是否可以過到Ocon Ocon Ocon沒有問題 看看過不過頭哥 過了頭哥 就可以拿到分 Max 這裏Max就問一問 你想我頂住他在後面 還是放他走呢 那邊就說 我想你應該頂住他 沒那麼容易被過頭 Max很明顯目標就是 要在Landolos前面回來 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照聽這個影片 阿Kam那邊就不管你了 繼續在這裡指圈 再指圈 做一個35.8 暫時就單圈快 前面George Russell 04 這裏就有主席 去追Ocon 不是 對了 這裏追著開DRS 相信沒有問題 另外就 為何前面有過車 又不播 這裏拍下主席 過到了 後面見到就是 Colopinto 還有KMAC的格鬥 輕鬆過了Ocon Ocon Ocon 就沒有了 正在捱著了 如果這個速度 應該就 金站得分 沒有機會 得分機會比較高 就看看主席 主席 正在追著前面的 但距離有5秒多 這裏繼續看了MAC 就頂住兩步 拉你 繼續都是 我的目標 當然又想上 Podium 又想贏世界冠軍 不想有個特別禮遇 贏不了頭3C 回來後面開個格 給他 覺得不太好 不要勞煩工作人員 抬多個牌出來 視乎MAX 現在在想 在這場登頂 多過要頂住兩部法拉尼 剛才有錄音 問後面 LANDORAS 跟他距離有多遠 這裏兩部拉尼 已經殺到來了 Colopinto 有沒有機會 在這裏拿到一個椅子 下年會轉到Williams 前媒到一面 就說 其實他要再拿椅子 就不太容易 在Williams 所以現在只剩下 最後三場 拿到多少 就有多少 這個Sharic 其實做了一個全場 最快的圈速 1分35點674 這個時候 都要看一看 兩部McCaren 給他一點鏡頭 不過這一站 真的失色不少 Lois和Piazzi 就完全不夠前面 那幾位 就是幾支車隊 和加一位車手來鬥 Mercedes Ferrari 和Max 主席 真的放在一邊 也不提也罷 這裏就是 Karls IZ 正在量度位 進來 加上DLS 相信很大機會 可以做得到 不過問題 就是Max 放不放他走 另外 世隔 Hulkenberg Hars 就是Recap 兩個直接 鬥 車隊 綁的第六位 郭田散已經有點捱了 Hulkenberg 在1秒區以內 但是 郭田還能保持到位置 大會 為什麼這麼久都還沒有 卡洛山的問題 就是Piet Link走出來 為什麼還沒有判罰呢 有機會是完全沒有事 這裡就抽回Inside搞定了 卡洛山上到三車椅子位 是 那Max 這裡也不反抗了 你過吧 沒所謂 我最重要是看著後面的車手 因為 Max 和Rosa 有13秒的距離 那Max 就嘗試頂三車椅子 但是如果 以這個狀態 應該就頂不了了 我想他也是盡客人事 盡量頂一頂 爭取多些鏡頭 這個那種叫什麼 太監騎馬 是嗎 是的 盡量都防守一下 亦都爭取一些鏡頭曝光 細鏡呢 導演給我們看 電燈怎樣頂著後面的Hulkenberg 這場 這場 Hast 和Rocat 都跑得非常不錯 其實K-Max 都可以 後半季 其實 這場 他在Qualify K-Max 應該也有機會 入到Q3 三六K 剛剛的左彎 就脫掉尾 這場 這場 立即影響了之後 這段直律的速度 這樣 其實就放走了 Max 一個小失誤 行了 整場不斷 大會和你計數 計數 現在 如果這樣回來 Max 就會領先 六十六分 就會提早 拿這個世界冠軍 亦都會 再一次重演 周公子式的 賽喉 Path Verme 擺車 究竟Max 會到時蹲下哭呢 他的車子會放在後面 沒有椅子 但是放在後面 他應該不會蹲下哭的 我見大會安排 有沒有放在這麼後 這次就放在三車旁 就特意沒有拉後一個細駕給他 肯定寫著世界冠軍 這裏還能頂得到兩個圈 這裏Max 好厲害 當然SourCat自己也有一點失誤 這裏做一次度一度的距離 SourCat有機會做一次DRS就可以過 這裏按著DRS 無法吸引 大會都很貼心提醒大家 阿姐的車對磅的形勢 不如我們先投一投 再看一看 其實現在只剩下八個圈 阿餡和Wussell 距離已經拉近到5.4秒 究竟是否最後那一兩個圈 阿姐有內鬥出現呢 每兩個傻豬豬 都內鬥了 這裏三部車 兩部拉里加一部Watboo 我們第一輪就有頭四車 第二輪就可以有不同的車手選擇 請大家投票吧 個人覺得 我覺得Wussell這場 加上比賽的表現 真的沒得頂 相對阿餡 同一部車 在同一個場地 阿餡就說駕駛不到 而Wussell就駕駛到 一路比賽 看到Wussell的正賽場 保持得這麼好 其實很值得去贏 如果四位車手這樣回來 很值得贏 這個DRIVER的地方 多謝台長為Wussell拉票 但是車迷心中 你說數粉絲多 肯定是哭的 看看投票出來是什麼 大家請投票 投票你必須要 訂閱我們這個頻道 才可以投票 提提你 繼續公共鏡頭 拍攝回來 起步大直路 麻煩你 Kent Choi幫你講 原來Ocon有個職位 沒有Cool Ready 做了一個DRIVER 麻煩你 多謝你的消息 大會的報告欄 好像都沒有說這件事 這段時間真的有很多 大會的投票 暫時領先 33% Max是第二 George Russell是第三 所以說 台長跟這個表演不掛勾 OK 真的 不過永遠都是 DRIVER的表演 是觀眾緣 對 很多時候 做得不好 正賽追回十多位 回來的 其實做得不好 已經是抵打的 為什麼還可以讓他做DRIVER OF THE DAY 呢 所以這裡 我經常想不明白這個問題 他很多時候都拿到的 去年 他經常叫做得不好 好像追回修復室地 對 理論上應該是 去年那部車這麼高質 應該沒有第二 還是第三 這個我同意你的看法 但車民的看法未必是這樣 OK 因為DRIVER OF THE DAY 是一個完全主觀的判斷 都沒有所謂的 最好的地方是什麼 是你 賽車台都有一票 你可以投票 OK 我也有一票 我可以投票 有票投當然最好 我也想投一票 我有自己的心水書籍 這個都無關痛 投票 拿了又不會多分 又不會多一分 明年就連Fastest Lab那一分都沒有賣 這個投票不如隨時玩一下其他遊戲 好像我們那種投票式更好 對不對 暫時跑剩六個圈 仍然見不到Safety Car 應該未必有 應該沒有 不過很難說 我是說沒有的時候 是走出來的 永遠都是這樣 繼續見到Hougenberg的小鏡 追著葛田棧 看到吃不到 一直都是 這次就行了 按了DRS 這裡歐西未買Pistop 已經踏了頭 這裡搞定 Hougenberg最終已經過了Slautada 這一刻值錢 真的 可能年終過這一刻 當然 未影響到排名 哇 陳超英說得很好 因為不是剛才走出來 對 對 你贏 我給你一個Like 我覺得很好 你贏 可能我也想得太多了 因為我們要做直播 其實我們整個比賽周末 由F1一直追著下來 我們就綜合了整個比賽周末 我覺得這個說得很對 你對 一語道破 你對 你對 OK 趁這個時候 剩下五個圈 就提提大家 用的QR Code 就課金給我們 你要提提 Jorge Russell 你開快一點點 因為阿餡已經來到五秒的區域 剩下五個圈 應該就不是 現在鏡頭看到那些三號車的前鬥 儘管看看Jorge Russell 是不是真的會快了 剛剛那個圈做三十個零 三十六個零 應該Jorge Russell 一直在養胎 他不是在鬥車 另外看到 九十和十一 那裡的位置 應該有機會 還在收拾 頭哥和Yuki 賺1.7秒 Tracco 其實和頭哥 0.3 就是Tracco 有權開DRS 不如開小鏡看看 Tracco有沒有機會上頭十 這部Webboost上頭十 其實是基本的 仍然是 維持不到 他入頭六 亦都是 四大車隊 裡面 唯一一位 未贏過分站冠軍的車手 今年 Wussell 如果這樣回來 拿第一 今年會拿第二次的分站冠軍 那些車手真的輪流離 我現在想說 大家要投第二輪的Drival of the Day 首先我先停在這裡 好 也可以說一點統計 其實今年 現在排到最後三個場次 有十位車手 二十位車手裡面 有十位車手 都上過座場 包括Max Rois Pierreira Ker Carlo 有十位 有十位都上不到 但是都 看到有很多好表現 剛剛小鏡 給大家看 看看 究竟 主席 怎樣過了頭 好 這裡 ShireKer要做事了 拿了Inside 過了Max 沒錯 Max真的沒有阻礙他 聰明 Max 很明顯 這場打算拿世界冠軍 所以 都無謂阻礙你 一間 一個不小心被你推出去 就這樣玩完 對 那些 Belic 機器 都保持著 始終 和Lois 距離有十秒幾 都很穩 那輛車順順利利回來 就會贏得世界冠軍 另外一個統計 就是 今年有七位車手 就贏過車 就是四大車隊 有七位車手 拿不到那個check 剛剛說過了 Max 暫時就贏了八場 Lois 也有三場 這裡是慢鏡 重播 看看Charlotte 怎樣過Max 上到第三位 沒有問題 輕輕鬆鬆 JMS 也無需做任何動作去搞 因為做多了就出事 那這裡就看看 我們第二輪的Joy of the day 我自己給了一個自私的選擇 大家四選一 立刻開始投票 另外七位車手贏過車 有贏過三場 包括Lois 和Charlotte Cat Pierreau 和Carlo Sainz Wassel 暫時一場 如果再跑三個圈之後 應該就會贏了兩場車 今年真是好看 跑到第二十二場 有七位車手 至少贏過兩場分站 賽冠軍 這裡 導演給我們看看 Cat's 餡是甚麼問題 哎呀 超過敗了 哎呀 這樣就直接影響到這一站真勝的機會 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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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離已經去到六秒 比賽只剩下三個圈六秒 單圈至少要快兩秒 還要想一下位置 雖然有幾個長的DRS區 你也看到後面那部奧康日粉紅色戰車已經跌到第十七位 但是看見他拿了紅邊軟 會不會最後吃了快速的一分呢 就這樣想 做不做到另外一回事 現在說到最快的圈都只是三十五個多 如果輕人拿紅邊軟 三十五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稍微沒有塞車的情況下 應該正常都做到 看看這一分是否最後跌到海 由於最快的圈速的一分 只是給頭十位的車手 那奧康日現在是十七位 現在剩下賽事三個圈領先 就是Jorge Russell 終於給他一個鏡頭 另外要看看Yuki撚不頂到主席 Lando Lois這裡進來做Pistop要搶分 盡人士 希望Max最後這幾個圈突然間有些頭暈身輕 相信Lois也是換一條紅邊的 但是他們的紅邊都全部是開過的 開過都沒有所謂 夠做的 看看做不做一次 因為後面Oakon也在做 由於上個Max距離 都知道無望 在這裡真的抱得一分就多一分 Oakon做不到 做過三十六個半 沒有辦法 比阿餡的三十五個四 時間還有 會不會是第二個圈才來拍呢 好啊 看看L圈還是Makaren Makaren應該也是換的 嘩這裡是史太龍 年輕的戲迷未必認識史太龍是誰 史太龍是一個傳奇的電影明星 我想打他的真正的寫法 史太龍 史太龍 歷史的事 不是這個才是 沒有真正的譯名 我覺得這個才是他的真正名 史太龍 你看看史太龍 Rambo 大家記得Rambo Walky 這裡繼續拍攝就是 George Russell 和阿餡距離已經拉開了6.928 相信阿餡距離都差不多 還有一個多圈 我想跟導演說 我想看九車十車 就是史太龍是否能頂到主席 對 史太龍現在還在做州長 州長 是史太龍是嗎 對 對 是阿羅斯華辛力加 對 搞亂了 阿羅斯華辛力啤 兩個出生有點不同 阿羅斯華辛力加是健美先生 對 史太龍就真的打 這裡拍攝一下餡的耳車 已經再進一步把圈速拉圈 後面再看看粉紅色車是否在Otcon 這個圈是否先拍攝 史太龍 原來辛力啤沒有做州長 我搞錯了 這裡就完了 唉 第二個 的 回合 回來要投進去 就是史太龍 不好意思 啊 台長這裡有點 傾氣了 由於台長也是一個深夜人 其實開這個 場次對我說是通病 這裡拍到Toto Wolf 這裡很厲害 Mersedes這樣回來會贏一二 賽前 或者比賽頭半段我也是看好拉利 想不到阿俠這輛車 果然在正賽修復了大部分的失地 加上Wussell的穩定表現 金貴 總之 還沒跑完兩場都是結論好看 幾對車都輪流上來 肯定剩下兩場都 不知道誰可以上來 場上的頭車都不同 這場 但是Mersedes拿完一二之後 之後呢 亦都是左右到整個 Constructor Championship的局勢 雖然他們就沒有機會 爭過冠軍 但是你這樣搶了一分 即是間接令到他們 前列就 跌了一些下海 那麼 回來 原無意外 食格仔奇可以贏出了 他生涯的第三場頭車 亦都是今季裏面的第二場頭車 對上一次已經數到 去奧地利站 奧地利站那裏 有點懶手 執掘熱戰隊 這裏就堂堂正正的贏車 亦都贏出去今年第二場的分站 恭喜George Russell 成功贏出生涯第三場頭車 亦都是 今季第二場 全部拿到二車 Mersedes成功 1-2 三車回到來 Color Size 四車看見三下Cat 五車就是Max 換句話說 Max 亦都成功 可以在這裏登頂 拿到這個車手的 世界冠軍 亦都是生涯的第四次 他後面 綠車回來的 Landona Se 成功拿到 Fuster Snap 看看 暫時是 這裏很高興 Red Bull 成功 Max可以做一次 拿到生涯第四個 世界冠軍 由季初的 絕對形勢領先到季中 一直到季尾 一直沉寂的Red Bull 看到主席的成績 可以反映到這部車的競爭力 未必是強得那麼厲害 比過去 2022 2023 的強勢壟斷 經已不復再 情況下 Max仍然憑著 他的能力 特別在上一場巴西站 一個相當驚人的實力展現 在這裏 贏出了第四次世界冠軍 雞章一直在說 其實我在按上網 看看Red Bull 會不會即時推出 Max贏第四世界冠軍的特別版T 給多幾秒時間 Max Radio 這部影片都難掩 Max這個開心 的語氣 今年贏得特別艱難 其實去到Miami之後 直接受到McCarron的挑戰 即是追到遊戲沒有訂頭 他們都承認了 他這部車已經不是全場最快 Joss Russell很高興 很高興 Joss Russell 這部我相信也不需要翻譯 今次Joss Russell贏車 Driver of the Day 下了阿餡 有32%的投票 下了他們身上 這部一二車回來 哇厲害了 你看看後面整堆車在拱召他們 這部提提 到比賽的尾段 請大家課金支持我們的直播 哇 這裡就有馬桑 舉止英國旗位 不如拿一支旗出去拚吧 但位置太遠了 走進去很危險 危險啊 沒有知英國旗都沒有影響 Max Radio 都沒有想過 真的有可能可以贏到 在這裏做一次多謝車隊上下 好 好 再有一天 Web的商店 究竟有沒有那個T長 因為年年 他贏世界冠軍 那件T長都特別難買 很快去斷市 趁這個時間 盡量早一點 補一補課金 首先多謝Owen Wong的課金 新檔口當然要課金王一王 感謝 多謝你Owen Wong 這邊有艾朗的課金 未看課金先感謝你們 我們也感謝你 這裏FCL的課金多謝 這邊有BANG的課金 繼續支持雞莊台長 有你們精彩的旁述 令每場賽事都很好看 多謝 這份就說辛苦了 多謝 阿Hei就說Good Show 多謝 多謝雞莊 多謝台長 拉你真的很聰明 零八年後 無限接近車隊冠軍 一次 要爭氣 我也想他爭氣 但今天看來不是太爭氣了 這裏也拍著George Russell 下車拍攝後面 贏世界冠軍的MAX 有個特別牌招呼他 大家知道 以往的比賽 除了上海站之外 其實只有頭三車 可以放在這個 賽道中間的位置 震避一呼 恭喜George Russell 會不會擺招牌 沒錯馬上擺招牌 這裏也看到MAX Well Champ MAX 這裏超級開心 我相信今年的開心 比前兩年完全不同 前兩年有遊車好的感覺 今年真的 真的要拿出真功夫出來鬥 尤其是你看到西班牙 靠車隊策略 靠技術 上一站巴西 真的 已經把所有批評他 說開火星車 才贏的聲音 完全掩蓋下去 在語字裏面 暫時在車隊榜 排第三的車 贏到世界冠軍 確實不容易 這裏 車迷問究竟法拉里獲得多少分 今天獲得27分 暫時 車隊榜 排第一 Makkarina 608分 排第二 法拉里 584分 第三 Red Bull 555分 還欠第六 Haz 由於Hogan 回來第八 拿了4分 第六位 他搶到上來 爬過了L PIN 領先了1分 50分 對49分 Yuki 第九回來也算不錯 衛車隊欠了2分 但前面那兩隊實在太厲害了 Haz和L PIN 仍然落後 這兩隊獲得46分 但這三隊只欠了4分 只剩下兩場比賽 還有 接下來有機會跑Spin 這三隊肯定欠了 頭三隊都是繼續有鼓降 剛剛是不是有一個新的系列出來 再重新一下 這裡要多謝課金 C清潘日課金就說 幾個星期沒見兩位 很感謝直播 我們都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這裡很多車手 逐個恭喜Max 世界冠軍 剛剛見到Yuki讚 繼續補一部課金 嘟嘟要的課金 多謝你 感謝 這裡有 Taste House 不是 Taste House是我吃東西 剛才 這裡是奧斯的課金 謝謝 幾星期沒見 辛苦兩位 多謝你 這裡有 Way井的課金 多謝 一組貨定金 看車輕鬆又安心 看車輕鬆又安心 就是卡王 嘩這個炒低 多謝你 WK Learn的課金 多謝 這裡要多謝Cyber Love Hong Kong 今天Wussell很精神 很精神 沒錯 你看他現在的樣子就知道 有多精神 今集比賽 沒有駕療房 沒有駕療房 也會有 專門車載這三位車手 應該Max 也有一部車安排 會有即時賽後訪問 看看他如何安排 多謝6061的課金 多謝Polo Ng的課金 多謝Jeky Leung的課金 多謝Chan 長的課金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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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拿著拘捕你這件衣服 以為被拘捕你這件衣服 不要害他 只是給他一個水壺 不要害他 這裡立刻拘捕訪問 剛剛見到好像是Tom Cornell 立刻被拘捕 也是和荷蘭的同胞 他們兩個都是朋友 互相認識 這裡沒有看錯 應該是Rose Royce 對 這裡有一部特別的車招呼 哇 他自己一部 每人一部都很威風 每人一部都很威風 每人一部都四部 是呀 進顯Las Vegas的氣派 去年因為要逼同一部 Max說我們直接去Light Club 不用拿著 今年就不能在車上吹水 這裡一個很漂亮的畫面 Max贏了四屆世界冠軍 這裡就贏了世界冠軍之後 Max的任務未完 想一下計 聽說有三 有啊 有啊 麻煩你先 這裡是寶寶課金 啦啦咧的課金就是 轉糧期待 今站小小的支持兩位 那就是廣東話直播旁述 大家記住新頻道 捉越做越多粉絲和課金 多謝 Doo Simon說 捉新台開章 之後一起順順利利 食見燒豬先 多謝 支持就是Billy真 多謝你 支持新場開章就是Warnie Lai 多謝你 Sam Wang說 佐治 散勝啊 這三場決定明年做Wingman 還是一哥 對啊 也是的 E C就說 多謝台長雞莊 多謝你 多謝你 真的三個醜同一輛車 有 Max自己一輛 阿肯越來這裡逼車 有三輛車 這裡好像連車都不等他 沒有啊 一起坐 就是這個Logo 剛剛看到那件T恤 Max A字變成4字 這裡多謝Andrew Wang 課金被Checo退休 馬克宵就說繼續支持你們 多謝 支持雞莊就是SealersLearn 多謝你 支持就是CheckLearnLow 多謝 TanzaLaw就是Alvin Tan Eric Wang的課金 多謝 這裡就是喬遷之喜 就是WK Ho 多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就是Chun Pan Lee 多謝 謝謝就是Halu L 多謝你 Joe Poon就說 恭喜 賭神 高數 投車 是賭成有 好 Buff 可惜Gasley 爆引擎 不知道會不會影響 他零件維修紀錄 OK 他本來Gasley 是今季唯一一位車手 從來沒有炒過車 整車 對 這裡也提一提 就是 為什麼會說高進 或者高數呢 因為愛塞車圖的直播時間表 就放了賭神下去 配合拉斯維加斯的氣氛 要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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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雞莊同台獎 多謝你 終於獲得世界冠軍 整個過程 其實很驚險 艱辛 真的不容易 就是Tommy O 多謝你 好看就是Sam Leung 多謝兩位就是Ming Mac 多謝 Webuu還留Checo 一定想拿多些風洞時間 West Leung 厲害 這個看破紅塵 辛苦兩位就是牽蛙豬 多謝 Wassle很厲害 龐述也很厲害 多謝 謝謝 繼續直播粉Eddie Ho 多謝你 多謝 歡迎大家繼續課金 這裡我也要看看 我們的Driver of the day 投票情況 Driver of the day 得到 我們雞莊台獎外怪直播 Driver of the day 哭 53% Wassle第二 葛田賺也有15% 很漂亮 你也可以說說 其實金站拉利也有個特別版的戰衣 我想說說 其實呢 我想快點去床 好 你去一去吧 我慢慢說 我不太明白這三部 Rose Royce的分部 即是 今場比賽的 頭三位車手有一部 阿Max有一部 加上GP 這裡可以配合 賭神音樂 另一部是誰坐的 純粹擺設計還是誰 Constructor 就是Mercedes 給Toto Wolf 我不太明白 沒關係 總之就 一直坐 我相信 擾牆大本洲 其實我也認識朋友 金站去了Las Vegas 看的 上星期澳門看到我 也沒有說一件事 要不然我叫他拍幾張照 回來 會報一下現場的情況 我只看到他在Facebook 就去了Las Vegas 然後就拍到很多 車隊的產品 剛才的朋友提到 那麥克斯那件 拿第四屆的世界冠軍 那件T 已經在他們車隊裡的 官方商店有賣 有兩件 一件就是 那麥克斯自己 Vestappen.com那裡有賣 另一件呢 不是 那兩件都是 那麥克斯自己 官方網站有賣 那一件就是 就是剛才鏡頭看到 Kristian Hanna 和 Herman Marco 穿那件 就是Max 中間的四字 A就變了四字 那也有些心事 那我覺得這件比去年三屆 因為三屆那件 我看到 後來我知道 有課犯的 但是覺得 突突出街又不可以 但是今年這件 穿得下出街 見得下人 再說 再提一次 那 那 那 賽會特別安排了 知道有機會 決出世界冠軍 安排了特別的位置 給Max 那果然都成功 登頂 第四次 那 也沒有駕療房 那麼 那所謂駕療房 也都在車裡面安排做 是啦 原來這件也還有jackat買 那jackat可能適合這幾天香港天氣 要看一看這場比賽以外 接下來兩個星期會繼續見到我們的直播 最後兩場了 看完今年要等到2025站 下個星期會去到卡塔爾 下個星期會去薩波戰阿布達比 這個時候我都要查一下時間 應該正常回到香港時間的 應該是黃昏至晚上 再提醒大家 就是趁這個時候 雖然剛才讀了一輪課金 繼續可以利用我們的畫面 QR Code可以課金給我們 稍後繼續學完台語 就可以讀課金名單 有朋友問為何卡洛珊是否不用罰 我都要先研究一下 因為應該是踩了一條線又走出來 而且你看到出那個位置 為何賽會沒有任何的安排呢 這個時候要聽解釋 卡塔爾就... 咦?不是喔 卡塔爾也要排到凌晨 就是星期日晚12點 就是我們11點會開咪見大家 另外也要查一下 就是最後一站的比賽 就是比賽時間 就是阿布達比 星期日 阿布達比之後那場 就是正常了 就是香港時間的晚上9點 就是我們8點開咪 晚上11點就會看到大家 因為開咪時間就會在12點 這裡都搞到我暖了 究竟這個是拉斯維加斯呢 還是坎仔呢 由於建築是一模一樣的 上個星期去完這個 都叫做 東方的拉斯維加斯 現在去過真實版本的拉斯維加斯 都是有賽車的比賽 在這裡做賽後訪問 我也要聽一聽 他在說這個場地非常瘋狂 後面這麼漂亮的夜景 整個比賽周末 表現非常好 漂亮到不懂怎麼形容 他講到來到這一場 越跑越有信心 雖然前幾場又拿了頭位 但是來到這裡 就一直保持著空間 一邊領先 結果就贏了一場比賽 這裡恭喜George Russell 剛才做了一點的翻譯 George Russell訪問到這裡 嘩餡啊 今天就很難做了 十車一邊追上來 甚至最後可以追到George Russell 第一件事 阿餡就說要恭喜Max可以贏到這個世界冠軍 他説如果昨天可以做好一點 今天也有機會 車隊做得很好 他説我們都不知道今天星期這麼快 但是無論如何 贏到當然是最好 他問一問 來拉斯維加斯有沒有準備會不同 他説第一件事就是很晚 這個比賽 事實上對我們的車 天氣凍是有幫助 因為在熱的場地 對我們的散熱是有點考驗 他説那個世界冠軍已經定了 現在每一場都盡量拿最多分 卡拉斯維加斯 卡拉斯維加斯 他説車輪胎的情況 對他來說都有點驚訝 這個中間就沒有想過這麼短命 那肯定要 這輛車也不是很強 對我來說駕駛也不是特別舒適 當然有嘗試盡量想贏 回到來拿椅子三車 就肯定不是我們最理想的成績 但是也滿意 我問一下去年渠蓋打爆的車底 今年回來會不會對他有影響 他說笑話 今場遇到渠蓋都盡量避開他們 希望不要再中招 希望可以為大家帶來精彩的娛樂 希望將來繼續回來 我和沙羅喬做了四年隊友 經常都有短兵雙接近距離的格鬥 我們兩個都很有競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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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接近 所以有時候我們車裡面都在鬥 那本來都想著今天很難追到前面一二 都想著三四圓 所以這個成績都不是最滿意 但是都接受 卡樂山今場法拉里 又有這個特別版的展翼 剛才說了一半 都是叫做沙塵滾滾 在這裡再開一個特別訪問 就是給世界冠軍阿Max 這個賽季真的不容易 開頭就比較順順一點 接著就越開越難開 對手越來越厲害 其他車隊進步相當快 這裡要多謝車隊 從來都沒有想過可以贏到四次世界冠軍 當然都相當榮幸 我問他17歲 剛剛來到F1 有沒有想過這件事 他說絕對沒有 來到F1 其實已經很開心 拿椅子或者贏 其實已經覺得很瘋狂 也很艱難 開頭幾年都盡量嘗試 還有一次重申 就得到四次冠軍 簡直是不可思議 嗯 他說今年可能就是 世界裡面最難贏 也都是競爭性最大的一季 他說今年肯定就是最具挑戰性的賽季 對 也都要保持一個平靜的心境 不要誤會 其實每一年都不容易 去年我也很享受 但是今年也都對車隊 就來講很大的天照 很大的挑戰 多謝全世界的車迷 周圍都很支持我 今季就沒有贏那麼多 在美國也都有很多粉絲 多謝 也都跟車迷經歷了高低 車隊裡面也盡了他們最大努力 比較快的車迷我 這裡也非常感謝 說到將來 他說 現在的F1形勢 就是說很多隊都有機會 當然首先 我就享受今天這個 成績 同時也都 希望休息一下 就要立即準備下一季 希望可以再一次衝擊世界冠軍 他說 他說 很難得 可以在拉斯維加斯贏到 那麥克斯說 我不知道 現在究竟幾點 我很口渴 多謝 有少許駕療的感覺 謝謝 恭喜麥克斯 在這裡贏出了生涯的 第四個世界冠軍 接下來還有兩場比賽 當然 除了看車隊綁 其實車手綁的誓意 都還可以贊 那麥克斯 暫時是340分 那麥克斯 那麥克斯 是319分 兩個只欠21分 那麥克斯 那麥克斯 除了正賽之外 還有 所以分數 還有一年 那麥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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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不想做 落後於對方 那麥克斯 所以還有一環 那麥克斯 那麥克斯 這麥克斯 680分 領先 法拉利在落後 24分 排到第二 排到Webbo 第三 拿著555分 這麥克斯 在落後 第一的Mercedes 有43分 這麥克斯 再一次聽聽 Joss Russell 贏車之後的電視 Joss Russell 就說今晚要出去 Joss Russell 要去喝杯 就說去Los Angeles Joss Russell 不要留下 Joss Russell 那麥克斯 這麥克斯 多謝車隊 全年一路下來 不容易 可以拿到這個成績 就相當滿意 多謝 也稱讚阿餡 十車起 可以追到 表現相當不錯 那我相信阿餡 其實有訪問 可以問一下他 其實是否很生氣 昨天參賽者 表現 如果昨天參賽者 做得更好 我相信贏車 他有機會 有啊 剛才第一句都說了 昨天做得更好 今天有機會 當然 如果 沒有如果 我只知道一個如果 是一定是對的 如果太多牛奶味 朱古力味 就沒有定期 沒有 唯一的 我相信 這裏也不要去買 這麼多廣告 由於他沒有給賺作費 我們 但是有給賺作費 我們還有一些朋友 對嗎 Jason Wong的課金 恭喜Max 世界冠軍 恭喜雞莊台獎 新場開幕 謝謝 我希望這個新的頻道 都只是暫時勝 所以很用回原裝 這裏是David Wong的課金 辛苦兩位直播 下個星期也麻煩兩位 這場餡 很瘋 葛田也做得不錯 守了很久 是的 謝謝你 還有Torres Line的課金 支持賽車台直播 感謝 有朋友都問 會不會加回直播畫面 會不會加回直播 我們慢慢研究 慢慢整理 因為我們死就是死的 生日時間 是的 所以我們慢慢研究一下 先量量 讓大家有最好的事情享受 這個我們盡量做 但是都明白我們有我們的難處 這裏要謝謝Ada的課金 恭喜Max 拿第四次世界冠軍 還有繼續支持雞莊台長廣東話外掛龐實 謝謝你 謝謝 然後還有通涼的課金 感謝 感謝 感謝世界不同角落的車迷支持我們 這個座位很特別 我看到三個鏡頭其實是一個老虎機 剛才Joss Russell上來 拉了一個63個出來 很有趣 暫時看不到 只顧著看課金 OK 那這裏就謝謝 多謝 多謝陳校長的課金 感謝 多謝兩位辛苦了 謝謝 我們也多謝你 這裏要多謝Cmi Marseille的課金 學一學新頻道開張 多謝 這裏就是Murphy的課金 多謝 多謝Murphy 謝謝 謝謝 希望今天大家的車迷都過了 我相信大部份都過了 我相信大部份都過了 是 就是找到路的 嗯 那個畫面都大了 剛才因為我開始直播十多分鐘 我巡一巡回舊場那邊 都有十幾位朋友 再開了一個留言 呼籲他們過來 如果看不到我也幫不到你 現在我會先停舊那邊 好 這個功能都可以暫時 我想下一場都要繼續維持 是的 是的 另外看看 剛才有朋友說 那個網站立刻要排隊 那邊要馬上排隊買Tea 有些像上個星期 澳門買Colomi 和Cyber Formula的情況 去年 不是去年 是上個星期 真的非常瘋狂 據報好像5點多 已經有人去外港碼頭 門口的檔口排隊 買這幾部的車 肯定Max那個世界冠軍的紀念品 就搶得更加厲害 這裡要多謝課金 就是Byron沈的課金法記茶餐廳 餐牌真的要簡單一點 有一點而複雜 唯有退出拉斯維加斯餐 這裡努力加油繼續支持 就是蕭峰潘的課金 謝謝 謝謝 這裡就是剛才提到的獎盃 有LED燈的 George Russell 生涯第三次的頭尺 下年的隊友 就由世界冠軍阿餡 變成一名新仔 就是Kimi Antonelli 這裏繼續有不同的項獎嘉賓 反而今集見了FIA主席 Ben Chouley 這期是最... 風聲緊 是的 車手協會 GPDA 就出了聲明 其實是滑軌 第一次說 有粗口禁令 我們不是小朋友 不要按這些東西 很老套 說話拿著拿著 另外就說 喂 罰了錢去哪裏 而且最重要是 你也是說粗口說 我們的車手 為什麼我們不能說 而且我們說的粗口 都不是針對人 我們都是助語詞 例如說 很開心 很興奮 還有搞錯 我們不是攻擊別人 其實是助語詞 其實都是其中一個 就是車手的部份 這裡繼續看著頒獎台 五光十色 而且剛才看到 是一個升降台 升上來的 這個就是發光LED 這個插USB 還是EA電 請問 但有點像 在圖X買的燈籠 有機會已經有了 你可以馬上搜尋一下 看看有沒有 好 這裡不管了 Russell說快點噴香檳 噴完香檳 我回去進去休息一下 冰冰冰也照樣噴 這邊再 哇 這些鏡頭 真的我不懂 在澳門還是拉斯維加士 一模一樣 有人問當地幾點 應該都12點了 如果沒有記錯 麻煩雞莊檢查一下 看一看留言 CVPAN說 MAX明天可以保住 12點 那邊晚上 然後 剛才都說了 下一站 這個星期 會是星期日的11點開 由於開車時間是12點 晚上 星期日 夜晚 星期日 星期日 凌晨12點 所以說到很複雜 就會有卡塔爾的比賽 所以之後的星期就會回到阿布達比 下個星期嗎 對呀 連續三個星期的比賽 所以我們都很 我不知道能不能開到 OK 我盡量 我當然也是那一句 我盡量 沒問題 如果開不到就說聲不好意思 明白 好 這裡開心了 Mercedes 就12點 加上明年轉隊Williams 的卡洛珊瑪贏了隊友 Sharlake拿了三車回來的 再看一看 課金繼續支持我們這邊的新檔開幕 也都 繼續看一看大家的留言 這裡有借借兩位 恭喜Max 就是Henry Yearn的課金馬 Thank you CVPAN 對呀 最後的Triple Header 今場就是三連賽的第一炮 第二炮就是下個星期 第三炮就是下個星期 完結之後就 不知道什麼時候見到我們 有機會下季 對呀下季 正常就下季 對呀正常下季 但知否世事上變變幻就原事永恆 對呀 可能台長 星期二中了樂彩 就知否世事上變 哈哈哈哈 發錢寒 台長擺得明白 長期病 對呀 病也很嚴重 還有很多車迷有提到我們 不如做其他節目 可以這樣 我們都要擠些時間出來 好呀 因為台長和我都不是很空閒的人 對呀 再跟大家看一次排名 第二炮就是 第二炮就是 三炮就是 四炮就是 五炮也是 登頂四屆世界冠軍的 Max 六炮金牆 鏡頭也很少 是Lando Ross 七炮是Oscar Piazzi 那把車看到 Hars Hulkenberg 主場出賽 九炮就是 十炮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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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x Elbao 這個車有問題 以及Pierre Gasly 都是提早去洗澡的 今天 就在 拉斯維加斯的 廣東話外國旁述 節目 也都在這裡接到尾聲 在臨走之前 請大家 當然第一項課金 第二項就是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讚 還有就是 提醒大家 未知的朋友 提醒他們 我們轉了一陣 轉了 Chicken John is coming again 對 雞莊有來了 對 大家還未訂閱就訂閱 記得跟朋友說 原無意外 我們下一場 下個禮拜 或者最後下個禮拜 跟大家 再次見面 好 沒問題 謝謝 再見 下回再見 早點休息 不去吃 下午茶 好餓 拜拜 拜拜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